我相信你也是五六頭的元老嘛 不敢當 你在土屋區一般八千的觀念是什麼 老朋友都在想說 大家照顧老朋友 為什麼 人家有一個巨蛋做好 所以建設一定要開 不要怕要花錢 就是糟糕也要來開 糟糕要建設 糟糕要來建設 像土屋區北屋這幾年來 你看有什麼建設 一點建設 是不是 所以建設來開 這是八千的一個期待 也可以擴充經濟的發展 整個建設可以培養財政 那不是 你看看 也對你的工廠部裡面 那麼 有 博公所 這個公共 僵用土地的這個問題 我請問局長 用 這個問題 是因為生計在那次之後 這庫公所才的財產 來 讓我們財政局來管理是不是 應該是這麼講 在公所以前的話 他的財產的管理的部分 是由他是一個自治團 自治的組織 所以他是由他們自己在管理的 改制了之後 整個的財產 納到市政府來 他是一個執行的機關 金副我了解 所以裡頭的執行 以前執行沒有那麼弱勢 局長 不是你独特的執行不符 其實這些的內容 你要說給大家清楚 很大部分都是什麼 都是土地公廟的 你占領的公公廟 什麼占領公公廟 你說什麼占領公公廟 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 很大部分 目前現在我們查到的 這個列館的這個部分 沒有土地公的問題 所以說了 但是也是要 但是在土地公的這個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市場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在民政局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有 市長有要求就是說 在這方面怎麼樣子來處理 要用專案的方式 來做這樣子的落實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好 我們的主席處處長 因為市長說 這幾年 是我們桃園的這個 黃金的建設年 然後要加速的 積極推動 重大的建設 那比如說 捷運 社會住宅 還有呢 我們的鐵路 地下化等等 那可是這些建設 都是需要龐大的經費 那我請問一下 處長 那我們的錢要從哪裡來 是否是要舉債 是 市縣議員給我這個機會說明 我們很多重大的建設 它的資金的籌措的方式 可以非常的靈活 也就是說 我們一些重大建設 它是透過聯合開發 所以它會有一些經濟的效益 所以它會有自己 也就是說它可以自償 所以那個部分的舉債呢 就不用算到公共的債務裡面 那另外我們也會去爭取 中央的補助款 所以基本上 像捷運綠線 它將近1000億 其實我們 市庫要負擔的只有172億 我們市府負擔172億 是 那其他都是中央在補助嗎 包括中央補助 然後包括聯合開發自償性的 還有民間的資金等等 喔這樣子是嗎 是 那我希望說處長加油 好 我們一定會來努力 我們除了 要看到這個建設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說 能夠這個裁員方面 我們還是要緊控的這個掌管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我們財政局局長 李彥彥 因為我們從這個財政部的這個網站 上面就看到說 我們桃園市105年的公庫的收入 比較在104年度 明顯的減少很多 它原因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子減少 是不是有顯現出這個財政的危機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因應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收入 確實在目前看到的是有 比去年的這個時候是少 但是主要的就是在土地增值稅的部分是少了 因為相對來看是土地增值稅的部分來少 那我們就在跟這個稅務局在探討這個問題 這是怎麼樣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那麼我們討論的結果呢 這個土地增值稅會減少 是因為兩稅合一的結果 民眾有一點畏懼先有一點的等待 所以在這個交易方面就會減少 比例上應該不會這麼多吧 對 但是呢 在低價稅 因為今年有這個公告低價的調整 所以在11月會收到的這個低價稅的部分呢 它會有超收的情形 那麼這個大致上是可以達成的 那如果在這個 我們的執行的過程中 如果說發現確實沒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預算收入 來支應這個稅出的需要的話呢 那事實上我們也有因應的 按照這個預算法也有71條指定的就是說 可以是相對的來節儉我們的支出 但是我們相信這樣子的是 不用這樣子的多慮 那你意思是說這個預算會比較少 是因為這個諮詢率也有差別 就是有差 它的收入支出的結果 那副市長那我們這個執行率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樣因應呢 其實我最近都在花時間 在處理執行率的問題 因為過去的習慣 預算一月份一萬變完 二月三月才開始太慢了 然後一直跨年度 我們應該提早就把這個計畫做好 據說現在預算執行的時候 我計畫就出來什麼時候要做 一月一號就開始執行 不能一直向前來過 希望改善這個執行率的狀況 確實是這樣子 我發覺說有很多的那個規劃 通通都是在這個六七月份 我不曉得為什麼 包括我們的市府 包括我們的區公所 都是這樣子 習慣不好 對 我是覺得說應該是 應該是在這個原月份的時候 已經知道說上年度的那個 整個預算已經核准了 核准了然後該做什麼事情 你的所有的規劃 應該是在原月份 跟這個二月份的時候 就要啟動 你應該要整個一個規劃完成 譬如說像開國合約 雖然說明年一月一號才佔制預算值 不是十一月所以就可以發包出去了 不應該延到隔年的二二月三月才動手 這樣太慢了 區公所尤其特別嚴重 因為過去的觀念可能比較落後 我想不是只有區公所而已 包括公務局也是這樣 對對公務局也是 我今天稍微要求 所有局勢都要提前把計劃做好 你已經知道整個一個爭疊點在哪裡 我是希望說我們明年度的時候 我們這個預算的這個執行率 一定要提高 而且主辦單位有些觀念不對 他們說發包出去了就算了 可是主計財組單位是要那個錢 結算了以後才算 所以這個落差很大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各區公所跟市府 我覺得他們在作業上 脫鉤很嚴重 對對對 然後什麼事情都認為說 這是市公所的 這是市政府的 好像跟區公所 往往就已經完全忘記掉說 我們是直轄市 區公所就是要配合市府 而不是說你是這個是市府的 我是區公所 然後變成是一個兩個單位 跟以前一樣還在分這個二級跟三級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錯誤 因為工程方面特別嚴重 我們現在要收斂 好 副市長再拜託你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陳美媚陳妍 陳妍 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先就叫我們財經局局長 陳妍好 我看了報告當中提到說 我們目前是六都裡面 就是在那個稅率方面的部分 是排第四是最低的 就是那一些 人均的負債比是嗎 負債的數字 負債的數字是最低的 但是 前 就是 地方稅務局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有跟他提到說 目前 因為我們很多的 這一些 稅收的收入 以房地產的相關交易來講 的一些稅收 算佔滿大多數的 那針對這個明年度 我們桃園也有很多項的 這些相關的公共工程 也要來做施作 那對於這個財政的部分 目前你們有做怎樣的一個 評估和控管 確實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我們今年的這個 收入支出的這個 執行的狀況 那麼目前看起來 是有這樣子差短的狀況 本來在編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知道說 預算的平衡方面 我們就需要有120億的這個借款 那表示說本來就是有缺口120億 那目前呢 是有缺口是70億 那麼這個呢 根據我們跟稅務局 討論的結果呢 目前是土地增值稅 是少的最多 是看得出來的 那主要的是因為短期間呢 因為兩稅合一的這個制度上來 之後呢 民眾觀望交易的量 就減少了 造成 但是呢因為今年 在這個房屋稅 跟這個地價稅的部分 因為這個有調整 它的這個 有稅率 有這個 公告地價的這個 這個調整 所以呢在這個部分 大概可以彌平這個 土地增值稅 短收的部分 所以這樣整體看起來的話呢 以我們今年的稅入 按照這個預算來達成 是沒有問題的 那像 我知道 你在這個財政的控管上 也非常的盡心 那我們 今年度 那個中央的這個統籌分配 和明年度的統籌分配的部分呢 有增加嗎 106年度 跟105年度的中央統籌分配 我們今年大概增加了有1.5億 大概增加了多的1.5億 但是呢 在中央的話呢 它會把主計總部 它會把這一般性的補助 定在一起來算的 所以整個的加減的結果呢 我們整個的增加是6千多萬 6千多萬 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的財源比較好 我們財源的狀況 自由財源的方法比較好 所以它在這方面 就給了我們 就會有相對的減了一些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明年度 有參加 有時候參加一些地方上的 一些會議的時候 市長也提到說 明年它這個整個桃園 很多重要的建設 也都要開始啟動了 所以這個整個的 一些花費的 這一些財政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 在各方面 能夠各單位 能夠跟中央爭取的部分 能夠盡量跟中央來爭取 相關的一些配合 中央爭取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努力 將來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不管將來 財政收支的劃分法怎麼劃分 那對我們的話 因為它能夠增加的是有限 所以在計劃型的補助這方面 一定要去爭取 好 謝謝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 我們現在的 我們這個公有土地的部分 那今年度有在做一些 就是標售的部分嗎 在財政局管的部分 負責的部分 是非公用的部分 那非公用的部分 我們之前 曾議會審查通過 那報內政部 行政聯盟也核准了 目前的話呢 我們正在估價 正在估價呢 將來我們就會 就會把它辦理標售 或者是讓售出去 這有 那今年的話之前已經是 就是上一個會期 已經通過的部分 我們最近也已經 也有收入了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已經做了兩批 那第一批的話呢 我們已經收到了 有大概一千多萬的 這樣子一個收入 那是屬於讓售的部分 讓售的部分 然後再來 再來我們大概10月11月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有一批 那那是已經 行政院已經通過了 我們再來 還會再處理 我是希望說 像我們有一些 我們自己市府管的土地 因為最近 這整個就是 不管是整個交易市場 也比較低迷 可能賣的價錢 有時候可能那個價格 也不是非常的高 是不是能夠規劃有一些是 做 就是讓民眾來做出租之類的 這樣子的話 那個土地還是我們的 又有那個租金的收入 對 我們也有在做這樣子的規劃 但是出租的話 它有一些的限制 它不能夠讓它做這個 永久的建築 必須要隨時要拆 它就必須要去拆著這樣子的 那民眾的意願呢 我們也曾經有這樣做過標租 我們的租的話 一定是要用標的 公開標租的方式 好 謝謝 謝謝 社長 是 議員好 現在我們桃園升格之後 各個鄉鎮市公所 區公所的部分 還有各單位的這些公共工程 你們有統計說 目前的這些質詢率 都有沒有達到80%以上的 對 就是預算執行率 我們每一個月也一樣 都會在市政會議來提出檢討 然後針對落後的部分 不管是公所還是局處 他們都會提出那個改善的措施 所以是每個月都有在檢討 每個月都有在檢討 是 因為現在有時候我們也會遇到說 不管是地方上的里長 或者是民眾跟我們反應 就是說有一些工程 編成說他整個的那個 不論是因為經費上 還是說招標過程的部分 有影響還是怎樣 編成說整個工程進度 原先說要就是開始施工的 可能都有那個延檔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是希望說 會後能夠有一些相關的部分的督促 我們主計這邊 可能不只那個就是在會議上討論 可能也要請副市長 可能也要請相關的單位 看遇到什麼問題瓶頸 看如何來解決 我跟一座補充報告一下 每個月我會主持一個 重大工程會議的檢討 我們現在列管三千萬以上的工程 大概三百零八個案 那三百零八個案裡面 那麼每一個月比較墜落 或比較嚴重的十個案出來檢討 檢討以後發生的太陽就把它歸納 其實有很多不是廠商問 有很多是行政單位擔戈的 所以我現在在律定就是 每一個單位發生什麼問題不要整理 它變態樣要不要解決掉 要不要加強 另外一個特別嚴重的部分 我馬上會召開會議 解決他們到底為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 所以現在速度上也在改善 因為這樣的話 因為比如說有一些工程 他原先可能年初就要開始動作 開始要開工了 可是已經民眾都收到的消息 或者是說 就是聽到不管是地方的名代 有跟他們提到說 這個工程快要做了 可是好像有時候民眾也會問嗎 說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始做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很謹慎的 要把計畫規劃出來要很正確 然後按表操課 這樣才對 過去習慣 計畫可能不是那麼態度那麼慎重 做了以後又碰到很多其他沒有好好考慮的問題 所以一直耽擱 那最後老百姓議員這邊 我們就會非常的失望 那當然這個是不好的 所以我現在加點 希望未來工程建設一定要按表操課 講出這些話就要算數 不然話這樣不好 我現在正在整理這個 應該要慢慢改善掉 好 謝謝副市長 謝謝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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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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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首先就叫主机处长 我想这个预算的编列 每一年都是我们市政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在这个各个局势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在编列送上来的时候 详实吗 我想各个局处他应该都有很 我们应该是讲说我们在设计那个机制上就要他详实 这个预算呢在送来议会审查之前谁会先看过 我们会看他那个计划的属性 比如说原额的会人事处组成一个分组 谁会看 这个就是副秘书长以上的层级 以上很好 我想各个局势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的详实的来编 那当然你说这个每个局势每个局势的自主 我想这个把关也非常重要 你送来预算不要开玩笑嘛 送到议事堂上来 就那预算是不编的 或者根本不可能执行的 或者是只想这个做一套很华丽的账务 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 我觉得你要想去了解一下 那目前我看来 各区公所在这个预算编列上面 你可能要再加强一下补导一下 因为这个区公所有很多人也都是新手 那不太了解过去预算怎么编列 那在预算的执行 其实你也要作为一个评估 对不对 前一年前两年 他的预算执行率是怎么样 那今年在编的时候有没有进步 我想编预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区公所的部分 你要特别去监督一下 另外在今年度 我想公务局的局长也是新来的 他在编预算上面对地方多有不了解 那常常在跟我们议员讨论预算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很多浮编的状况 我希望你要掌握一下好不好 请坐 我们都会注意 好请坐 这个欧队长 委员好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你觉得 今天大家在问你说 这个我们申池茶市以后 中央统筹分配款 有没有挹注给我们更大的力量 让我们达到我们原来的理想 有增加补助 中央统筹从我们改制了之后 是有增加 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理想 那你觉得够不够呢 当然是不够的 当然是不够 好很好 我想这个申池茶市以后 你都说了中央统筹分配款是明显的不够 好非常明显的不够 那但是呢我们一方面中央统筹分配款是明显的不够 但是地方很多的税入其实还有它的困难存在 那在这样子双重的困难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重大建设要做 重大建设是当务之急必须要做的 从这个历届以来的县长到现在的市长 我想很多的重大建设它是有一以贯之的 那这需要非常多的钱 再来呢 在这个社会福利上面 我想正市长上任以后也支出了非常多 那教育的这个上面呢 它也编类了非常多 那这些都是要钱啊 张开眼睛通通都是要钱的 但是你告诉我 这个中央统筹分配款是不够的 对不对 您跟我讲的 然后呢我的了解 在我们的这个税入的税收上面 有很多恐怕我们都还提心吊胆的 要想办法让这个税入能够达正 对不对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钱都一直在浪费 地方上办很多华而不时的这个活动 然后呢正市长到处去开支票 我想这个活动办那么多 从地方小小的邻里 一直到市府的大型活动 各局势都在办 活动办广告办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子的结果我非常的忧心哦 真的很有可能啊 你就是把这个华丽的政绩 我觉得这个副市长 这非常有可能是我们把华丽的政绩留给自己 但是我们把沉重的债务留给子孙 这是非常可能产生的一件事情哦 当然哦 刚才我有听到这个欧洲长在讲说 当然不是啊 我们的重大建设 这个是也要以后子孙当然也要用的 没有错 所以我今天在说轻松缓急往哪放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开源 这个中央统筹分裂款 你要了半天也要不回来一个我们理想的数字 可是地方上你却不能节流的时候 请问一下这个家庭啊 师傅这个大家庭啊 我觉得这个经济啊 这个会破产 或者是这个公司啊 可能会倒闭啊 你知道吗 不可以只是为了拼连任 或者拼政治人物个人的政绩 我觉得地方的这个活动 符合不实的办太多了 我认为哦 我认为哦 我认为副市长 您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人 对很多事情都有看得很到位 那当然政事长上来 他很希望赶快做很多的求表现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我觉得站在财主的立场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好把关 如果开源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节流 千千万万真的不要 到时候把一时华丽的政绩留给自己了 就像苗栗县长一样 当时是很风光的 还有很多人要跟他学习 后来呢 后来呢 沉重的债务都是留给了子孙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在这边 只能就这个大方向来做一个检讨 那我希望把这个方向 作为一个边理预算 跟执行上的一个重点 才会要稳鉴 谢谢 那个我请教我们处长 我想就针对我们的议算 当然议算现在已经 全部已经定搞定完了 那现在就是说 现在刚才我们万元讲的 所有期工手也好 我们各集出事也好 其实现在为了让他的议算 能够达到达政的话 他的执行力为了要提高的话 所以我那天在讲 无论他的委外或一次性的工作 做太多 我讲说在14号总执行 我会把那个总表做出来 我希望主席住这边要把关 要严理把关 其实现在所有的集出事 通通委外 通通委外 那我们要人那么多做什么 而且我们升格过 我们现在整个人事 增加多少 但是所有的 他办的活动 一次性的 办的非常多 所以这个对我们财政是一个非常吃困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 现在为了执行力 能够达到过去青年事务局 本期也在建议 当时他是全国执行力最后一名的 这个局出事 后来有人建议他的委外 他现在搞错方向了 很多东西现在都委外 委外真正的落实 不是在真正的让我们市民得到 而且是公关公司全部拿走 公关公司全部拿到三分之后 或者切一半 再一半来做这个 所以我们出场 这个针对这个问题 我希望你要了解 所以到边省预算的精神是在哪里 不是乱花钱 我想说 我本期待自己跟你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说 因为今年的预算 我想说 我们还是要谨慎而为 好不好 是不是 对 因为一直有关心这个 就是说 是不是太多的委外 那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有检讨 那以青年事务局为例 其实我们当时是基于 他是新成立的机关 所以先行委外 但是他应该要逐步 慢慢培养自己的能力 不算你这样讲就是我本期要的答案 你当时刚上来 因为他现在像昨天的航空公司那个总经理 他从一个社团进来 他怎么知道行政体系怎么做 完全不晓得 一问三不知什么也不晓得 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第一年 我们能够原谅他 那今年的执行力呢 那今年的委外呢 所以我想说 我一起叫研考会查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10日后 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 跟市长来探讨 所以通通委外 你刚才讲的 你应该尽量减少委外 尽量落实 你知道吗 好不好 所以他们会逐步累积自己的经验 对嘛 对嘛 你自己有办法 坐坐坐 我想大家在谈这个总统分配款的事情 我想我也当了好几届的民意代表 我想我也跟你共事了二十几年 我想这个问题啊 我想从李秀莲时代 那个时候我也本期邀请李秀莲县长 那时候去包财政部长 那后来我们有过去 跟财政部长也有沟通 后来我把门关起来 这个事情你还记得吗 有 有嘛 所以当时是因为 本期感觉对我们桃园非常不公 那现在生了六都 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财化 你刚才讲的我听了 还是对我们不公 那我们没有作为吗 我们并不能做大吗 那将来 而且我刚才跟主纪处长讲的 我们所有的一次性 所有委外 耗贵了非常多的钱 真的怕 本期真的 尤其今年是幸福年 今年是建设年 我需要把那个钱啊 留在建设的地方 不是耗贵在一次性的活动 花光光 烧光光 本期要建议你认同吗 我非常的认同 你议员的看法 那么其实呢 在财化法的修正修改的部分 我们一直都很努力 那么在101年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这个 没有办法通过 主要的就是说 没有办法获得 二十几个县市共同的共识 所以几度的进退 在这个财化院 我想是 你在这个位置非常久了 你非常了解 所以我想要怎么争 你起码要建议市长 或建议那个 把我们该得到的 应该要回来的 重量要回来的 我们会努力的 好谢谢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陈志文陈议员 宇乌河渝议员 郭丽瓦郭议员 勾用二十分钟 请发言谢谢 好谢谢 谢谢主席 在这边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主席处 我想议员很多的议员 都很关心到 就是有关于我们那个 预算的一个问题 因为说实在 比如说我们今天 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105年度的一个预算 他的第二预备金 别列高达12.5亿元 那那个外界很多呢 就是纷纷都质疑说 那柯文哲 台北柯文哲市长 是把第二的预备金当作小金库 来去做使用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桃园有没有同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情形 是 刚一元报告 桃园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来跟六都比较 我们的规模比台南还大 我们105 900多亿 那台南才不到800亿 但是以这个六都里面 预备金边缀少的 都至少有4亿 那我们才编2亿 所以基本上就这个编列的金额 我们其实是非常少 那我们在动支的时候 也全部都依预算法第70条来动支 所以是非常的严谨 好那你现在认为 好那反过来我现在想问你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以六都为例嘛对不对 但我们并没有说编列 像那个柯文哲这样那么夸张 但是我们刚刚听了一下 编列才2亿 这样对于我们未来 如果说有一些像是类似像 比如说像台风季节 有一些紧急的一些灾难 我们必须要动用到 这些预备金的时候 这样子的金额又够用吗 是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是考虑到 我们整个税初规模 因为建设年所以在逐步成长 所以我们106有着征 多编了5000万 那另外当然如果还有不足 还有灾害准备金 也可以来动支 因为说实在接连两三个台风 说实在当然对于我们桃园来讲 并没有说一些有重大灾害 但是我们看看邻近的一些县市 包括我们新北市 台东等等花莲 这些其实这几次的台风 都带来不少的灾害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想各县市他们都有动用到 所谓的预备金 来去做一些灾害重建的 一个方向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现在刚才听了一下 当然在六都来讲 并不是说还是在平均值的这一边 但是说实在反观 我倒是觉得说 我们的预备金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似乎真的是还未来 如果说真的应变一些 紧急应变的时候 这样子的那个方向 是不是说足够用 未来我们是希望说 朝这方面来去做考量好不好 好 该调整还是要调整 照这个方向来努力 好还有另外一个 那个本席在这边 也是要担心的就是说 因为最近这几年 我们都有一些重大建设 对不对 想想想想请问一下 我们主技处 最近这几年的一些 重大建设 比如说捷运 铁路地下化等等 那社会住宅 这些相关的这些 建设的部分 都需要庞大的经费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钱要从哪里来 是 议员所关心的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重大的建设 它有很多 有形跟无形的效益 那这个钱的裁员的筹措 我们也是 寻比较灵活多元的方式 那我以这个捷运地线为例 就是整个982亿里面 我们去积极来争取 中央的补助款 然后另外呢 也会透过联合开发等方式 也会有这些 资产性民间的资金进来 所以我们真正 市库要负担的部分 是只有172亿 那所以就是说 这当中 我们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举的这个债务呢 其实它未来是会有收入进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不需要再计算在公共债务里面 所以这个裁员的部分 我们是用很稳健的方式在筹措 好 谢谢说明 在这边 想有了我们那个副市长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桃园的财力 还是毕竟是有限 因为我们也不是工业大政 我们也不是商业大臣 那所以我们裁员来源还是有限 你是希望说我们共同努力 跟中央多争取一些筹款 来加速我们桃园的一些建设 好 谢谢大家加油 财政局长 我想请问一下 在你手上 应该有很多的国有土地吗 我们国有土地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代管的 但是在我们财政局的部分 是只有非公用的部分 那就比较少 对 那我现在想要请问一下 对于有一些先制的一些土地的部分 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做一些有效的一些利用 甚至说像你懂我一些棋林地 我们国有财政局内 但是一些棋林地 它并不能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公共建设的使用 但是那土地闲置在那边 总是形成一个浪费 我们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方法能够再利用 我们目前碰到的状况是 如果民众有意愿要购买的话 那我们会把这个土地交还给中央 我们没有公用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变成非公用就是交还给中央 由中央去办理标售 这是一种的做法 那如果的话呢 我们如果也没有这些的各方面需求 我们有氯化、煤化这些的需求 给民众提供比较有利的环境的话呢 那我们会就我们代管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做相当的氯煤化 然后再来的话呢 有一些的 如果是这个国有地他认为 他可以拨用的话 我们有公用的需求的话 那我们就是直接 我们就拿来做这个公用的使用 那当然看他的面积 一般如果说面积不大的基零 你刚刚所讲的基零的部分的话 在管理方面呢 我们如果不想 认为管理上不方便 我们大部分是会隐瞞于中央 那中央他就可以去办理标售了 那我是希望说相关的这些公告 我们要尽量透明化 然后程序要尽量能够 到中央要标售的时候就由中央去做公告 因为他怎么办理我们就不会再去介入 那基本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我们的桃园市的基内 我刚刚讲过 有关于麒麟地的部分 既没有办法去做有效的利用的时候 那管理起来又很麻烦 那这部分我们如果说该试毁 让中央来去做出力的话 我们自己的土地也是一样 我们自己的室友地也是一样 你如果是基灵的部分 我们管理上其实也没有利用这样子的 政府来利用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办理这样子的标售 好那这部分希望脚步再加快一点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那个我们财政局长 尤雅好 我请教你 我们市府有一个301账户吗 301 对 301账户 有这一个账户吗 所谓的意思是 是专户是不是有专户 有一个301专户吗 有吗 说明一下所谓301专户是什么功用 那个是在我们业务机关 因为我们是支付科 那我们有付那一笔是一些试款 那就是有机关他有余笔款项 他会把款项拨到一个301专户 那由301专户再去做支援 那301专户目前是 应该是公务单位在做使用 好 我现在问这个301账户 我现在我们大远的中正东路 我在公务局的公务报告 我都有询论过 那所谓这个301的账户 也是从公务局地震局那边 给我的 给我的资讯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中正东路79年就征收完毕 那有的有领 有的没有领 那没有领的呢 就提纯法院 公告提纯法院 那他的时效性以后 他没有来领的话 那表示征收完成了 那这些土地是属于我们公家的 那结果到89年 我们土地征收条例公布实施 这里面又有15年的时效性 他这个有一个收回权 有一个法令的收回权 有他的要件 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从79年就已经办理征收完毕 到89年又公告一次 那这一段路 你那边有没有资料可以查询 土地征收的部分 如果是道路的部分是属于公务局 他会提出需求 然后呢是由地震局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 我知道 但是他的财务的部分 有没有属于在你这 在你这边的 他缴的钱也不会在我们这边 他的提存的部分是提存到 他的财务好像开在台湾银行的 他有一个专门就是提存的专门 他是提存到法院去 都不会到你这边来 那副市长 我请你 把这一段帮我调查清楚 还原真相 从79年到89年到现在105年 那整个实质上 为什么无疾而终到现在 有办理征收 有的有领钱 有的没有领钱 那到现在这段道路政府又没有作为 那这些钱又跑到哪边去了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下那个中正东路哪个位置 哪个地址 地段地号 事后我再麻烦再跟你要一下 那我再请教你一件事情 我们的噪音 噪音基金 回馈基金 他从中央民航局交给我们前朝的陶宛县政府 这条钱交过来 是不是交到我们的财政单路这边来 他在环保局的有一个基金 他就是空污 他的叫做噪音防治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这个都是隶属在环保局里面 环保局的基金的部分 跟你这边 我们这边 他的执行我们没有去控管他 没有去控管他 但是你民航局进来的这条钱是进我们的县府的县库 没有他直接进到基金的这个专户里面去 到基金的专户里面去 那副市长 我又要麻烦你这一条 我们的噪音回馈 因为84年第一批 92年第二批 那第三批是92年到100年 那现在第四批 他没有给我们 第四批他是103到104 第五批是105到106 后来变成两年一次 本来是八年现在变成两年一次 我会提出这一点问题出来就是说 当初机场公司成立的时候 民航局把92年到100年的这个噪音基金 拨给我们县府这边 那县府这边把这一条钱变成什么 变成是剩余基金 他应该会拨入基金的专户 所以问题来了 我们董事本高额 董事本高额是去做什么 董事本高额是做区公所的改建 还有22号生命纪念塔 那92年到100年 那92年到100年 这有17亿冉 这是属于我们噪音区范围里面人民所有的权利 跟补查 那民航局他的交接 这些是否在他的业务上没有交接清楚 我希望你这条帮我查清楚 我最重要 民航局跟基金的来源去 你一批一梯次一梯次的推下来 那应该是我们人民的 你要让我们人民知道 好 谢谢你 我想请问欧局长 我发现我们现在民间 我们现在有一些公有土地被占用的情况 还非常的多 在这一方面 你有没有打算怎么来处理跟整对 其实我们被占用的 因为我们土地分公用 跟非公用 那凡事被 我们在改制了之后 我们从去年的六月开始 我们就开始做这样子一个清查 因为老实的说 公所当时的管理确实不是那么的周延 所以我们整个去做清查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本来八百多笔 接下来之后我们变成九百九十笔 那目前的话 我们清理的结果是变成为一千零七十五笔 那这样子的一个土地 我们是随时都在检讨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有这样子 我们请同仁 我们就是都会做现场的盘查 目前的使用的状况 那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有占用的情形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做见解 去做临经到底 那你清查出来之后呢 后面打算怎么做 后来我们现在就有管制的计划 我们就是把清查出来的有被占用的或仪式占用的这些 我们都是做清理清查 所以呢这么一年下来的话呢 我们也有增加的这个收这个使用补偿金的 那民众也缴了这个使用补偿金的 那有的他们还在有疑虑说 这个不像是指我有占用 那现在地方上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初呢 为了建造这个活动中心也好 集会所也好 提供给我们公用 但是是民地给我们公用 那时间现在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 可是他的这个标的物还是非常完好 继续在使用 但是地主任务给我们用那么久了 那像这个部分呢 你未来怎么处理 他要收回的话 那这个上面的标的物你要打算怎么处理 处理方式是什么 那要看当时怎么样子的协定 他民众他提供给这个政府来做这个 在这个公有的这个建筑的话 是不是未来这个建物就是属于地主的 那不会 因为他这个建物已经登记有政府的财产了 那不会谁轻易的就登记为这个民建筑员 问题第一是他的他要收回 那现在这个像现在这种头痛的问题要怎么处理 所以就是看当时的协定是怎么协定的法 如果说我们没有理由的去占用他的 然后去我们就自己去盖房子的话 那我们恐怕就是要去用一个租的这样的一个协定 租他的土地然后来我们的建物 我想这样的情况在乡下在乡间很多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我们市政府可以好好的处理 不要让百姓吃亏 好不好 这个部分不要让百姓吃亏 我们要以民众的这样立场 我们也要将心比心的来 那烟酒的部分是我们这边在做违规的话 是我们在做采法的吗 对我们有烟酒管理科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说今天有这个未成年的小朋友在FB上面 然后拍了一个烟的相片 就问大家这是什么牌子的烟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然后呢就有一个他FB的好员回应他 这是某某牌子的在Seven或者说他会告诉他在哪一个地点可以买得到 请问你这样要受罚吗 这个学生要受罚吗 那个他如果儿童他就想要买这个烟 他问人家说这个站你买的话 那是属于烟害 但是他还没买啊 他没有实际行为啊 就依这个FB这样要受罚吗 我们这样我们有这样处理吗 这个个案的处理 有啊 但是已经罚款罚了啊 家长有意见啊 因为这个目前的法的规定啊 就是说不能够在网路上面有这样贩卖的行为 就是也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广告的行为啊 所以在这个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告诉人家的那个他在上面告诉他 什么地方可以买得到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违反这样子的规定的 对啊 但是因为学生在无知的情况下 他本身又不抽烟 然后这个一个智慧就是一个FB往来的情况 有时候你们在查证事实的时候啊 不要依规定的办法 像这样子要罚款 这样学生被罚6万 家长意见很大 5万还6万 公文还在我那里 是学生是告诉人家的 那是卫生局罚的 对啊 但是你刚刚我问你啊 我刚刚请示局长啊 那个这个烟酒是不是你们在控管 那罚款是不是你们在 在卫生局的部分有淹害防治法 他就是不能够 我想规定是死的 实际情况是火的 我觉得这样学生就很冤枉 FB本来就是一个自由言论的一个领域 我想这个部分还是有待商榷 副市长请问一下我刚刚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因为这样子如果今天你是家长的 你是这个学生的家长 你会做我的感想 这样子好不好 我事后找卫生局跟财政局了解一下 是不是通案 找通案要怎么处理 这个听起来 郭议员讲也有道理怪怪的 对啊 学生我不抽烟 但是我有知道的权利啊 我知道我只是在FB上 这种言论这样要 不小心被看到被拍到要受罚 我就觉得说这个还蛮意外 通案的话应该有通案的处理方法 我再处理一下好不好 好麻烦你了 好麻烦局长 那我想请问一下陈处长 我们主计处这边 基金是归你这边来管理的嘛 对不对 就是基金的预算决算 是在你这边嘛 那我发现 我们升格以后 我们这个市政府我们有很多的基金 那我觉得大大小小基金数不清 很多越来越多 那你觉得说每一个基金 都有非常的必要吗 还是有它的充分的这个 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 是 议员关心的这个问题 确实就是基金如果性质类似 或者说它比较小 确实每年我们都要 每年都来检讨 所以我们106年度其实环保局 它就有把它空污水污 环境教育 废弃物处理 这种性质相近的基金 去做一个整并 那整合之后减少多少 就是我们本来30个基金 那目前就是27个基金 这样有差别吗 我想可以合并在一起 尽量整合 我想每一个基金 都有这么大的功能 那财务的管理 包括说我们桃园市 现在我们市长提出几个建设 都是非常大的建设 都动之好几百亿 我觉得桃园市的财政 除了中央的预算以外 我觉得我们 我希望不要有到未来 有这个高 这个举债的情况来发生 超额举债 应该举债还是要 举债来建设是应该 议员是支持的 那我们现在要适度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黄婉如 黄议员 黄议员请巴议员 谢谢 那个局长 那个我们今年的预算 是有提高吗 106跟105 106的有比较高 105的话是947亿 那么106的预算案 目前送到议会来的是 1030亿 那总共多了一层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建设的起飞 起飞年是在建设的起飞 那所以就是说 资本门有多增加咯 对 可以说明吗 可以 跟议员报告就是 确实这个资本门 就是属于建设的经费 所以我们在106年度 有增加 百分比有增加了3% 那这3%是包括哪些 我们主要 比如说轨道的部分 就变列了二十几亿 然后我们水域的治理 也变了二十几亿 然后另外比如说 公共运输的那个 搭乘率的提升等等 这样的计划 这些我们都有增加 还有其他像 这个比较跟民众 有相关理集会所等等 这些都有增加边缘 不过这个真的是很不幸的 我记得我们到高雄 有环保大楼 有劳工大楼 然后到台中 有公务大楼 我们现在的办公厅社 还在外面租 还在这边挤来挤去 桃园市府里面 还在挤来挤去 请问什么时候能够 有这个预算 能够让我们编一个比较 能够盖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办公厅社 能够办一个完整的 比较完整的办公厅社 还有局长 我在你工作报告上 不是工作报告 在哪里看到 就是对于我们十三乡镇的 这个代表会办公室 还没有做妥善的应用 目前是如何 议员指的 其实其他的公所的 都已经处理好了 目前的部分 就是在桃园代表会 原来桃园市代表会的 桃园市代表会 现在到底控在那边 要做什么 目前还是计划 是由这个卫生局来做使用 然后那个会议厅的话 就由秘书处来做处理这样子 是这样吗 对 目前还是这样 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的空间 可以再去做考量的话 目前还没有再做进一步 已经空了两年多了 对 对 对 那我是希望 真的既然这是 既然这个 我们深刻的听色不够 那我希望说 你也能够尽快的 能够把它用 能够用 那另外 还有这个公有地的占有 那说实在啦 相当的不公平啦 不缴这个使用补偿金 脸皮厚厚的一直用下去的 你们也拿它没辙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会移送啊 后来 你们根本没有移送 我问你 你移送了几件 后来我才知道啊 你们真的是没手没脚 你们必须还要再配合地震事务所 没有错 去做测量 对不对 还要由法治室那边去解释 还有等等等等的一些很繁杂的这个程序 因为必须要让民众 占用的民众他能够心服 对啊 所以你们就便于行事 乖乖老实的就搅搅搅搅搅搅 不缴的就两手一摊 还是有在处理啦 你们也没有处理啊 对不对 请问你占用工地 你们移送了几件 已经判决下来的有一件 要强制拆除的 多久 几件 那个个数不多是老实说真的是 对啦 我告诉你啦 也没有 我跟你讲 没有数据啊 表示你们根本没有在处理啊 所以我希望哦 你能够做一个横向的联系 跟跟其他 要见解这些的时候 地震事务所确实也都非常的配合 但是因为他们案件确实是 那就是你们承办人不努力了 是不是 我们都一直都很努力 另外还有哦 那个我们的第二玉杯金哦 今年并没有风灾哦 今年并没有 并没有天灾地变哦 我们第二玉杯金都怎么使用 因为我这个灵感是 灾害的话是灾害准备金啦 灾害准备金 我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 网路的这个消息啊 这个某六都的首长把第二玉杯金 当成他的小金库 那我们的第二玉杯金 那我们的第二玉杯金 今年是怎么使用 用在哪里 跟议员报告 首先就是说第二玉杯金的使用 一定要依法来申请 它要符合 它也依法啊 三个条件 对啊 但是依什么法是怎么用呢 我们今年大部分是用在哪里 目前动资主要用在哪一边是不是 对 那个细项 因为申请的局处很多 我们必须再查一下 你给我一个方向嘛 你总不会我在这边问你们 答不出来 这样就讲不出来 那个总金额是申请 申请的差不多一亿四左右 至于那个信项的部分 我看一下 好啦我想你会后 你用书面 对我们再提供 你用书面提供给我 好 那还有就是 本席啊 一直担忧的就是 我们绿色捷运到底盖得起来 盖不起来 982亿的这个费用 要等于是 桃园市一年的预算 钱在哪里 如何使用 是982亿里面 经过我们跟中央吉利的争取 有中央补助款也会义注 中央补助款多少 我们这边所掌握的是 我们市区要分负担的就是 只需要负担172亿 我们只要负担 982亿里面我们市区 要联合开发 目前有哪一个地段 任意联合开发 这个 实际执行面地段的部分 可能要交通局会比较清楚 出长啊 我想 这个 我的未来不是梦 大家都想到联合开发 绿色捷运从头到尾 最精华的地区是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桃园这一段 桃园这一段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战 战体 是愿意联合开发的 对不对 所以 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听到你就讲说 用联合开发的方式 取得 用联合开发的方式 可以取得 而且即使联合开发的利润进来 也不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 也不是马上可以就能够进得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真的 不要让我们的财政破产 也不要让市长的政见变口号 所以我希望说 对这些大部门的支出 我希望资金的来源 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很详细 很详细的去评估 虽然你刚才讲说 这不是业务单位 去问交通局 我告诉你 我很清楚 另外再来 我们升格以后 是六都 跟以前不是六都时候 中央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有没有什么利多 就是主要中央给我们的钱 包括同财税款 一般性补助款 还有计划型补助 有增加吗 有有增加 我们106年度 总共有增加了 这三个合计增加24亿左右 只有24亿喔 我们还拼 我们拼升格还拼得钥匙喔 可能我们为了这几年 我讲的是106跟1055比 那如果升格那一年增加的比较多 是这样喔 对 那我想另外 我想我还是相当重视 就是我们拼色的问题 这是百年大忌 你永远都跟人家租房子 对不对 你说你桃园有多发达 笑死人了 所以我想这个 在以后有再重要的 我想你们应该要跟市长能够 市长能够建议 因为土地只有越来越少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周 周一勤 周一言 李苏贞 李一言 陈英 陈一言 以及邱家亮区一言 还有杨朝伟 杨议员 好 五位共用30分钟 请巴言 谢谢 好 谢谢议长 谢谢主席 诶 请 主席 处长 请 那个我在市长施政报告的时候呢 市长也答应我 就是说 桃园这个铁路地下化呢 可以延伸到补薪 相信主席在编预算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交通局 要编这笔预算 编到补薪的 可以吗 我们会来注意看 他到时候计划的内容 对 这个你看 我们铁路高架地下呢 草草闹闹闹 本来是高架化的 现在又要改地下化 我想市长上任两年了 也还在纸上作业 还没有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骑程出来 我们看到 昨天我也看到报纸 台中市的铁路高架 已经都做好了 都通车了 这是很令人羡慕的 希望你提醒交通局一定要编列预算 地下化一定到洋梅 我们洋梅呢 也是属于桃园市的一个地区 好不好 好 我们会来注意 你不要让市长的承诺跳票咯 可以吗 主要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地下化的计划的内容 要经过中央的核定 那我们再看交通局 就应该依照核定的内容 你要提醒交通局啊 你是编预算单位啊 会会会 我们会来提醒一定要照核定的计划 那再多拜托你了 要多担待一点 下次我还是会问你哦 总职群还是在问你哦 好 好 请问财政局长哦 那我在走在洋梅的那个省道旁边 都看到很多我们洋梅地区的一个警察宿舍啊 都很老旧也在那边 那是不是工产啊 是 是啊 那我也看到你的报告书上面写说 我们管辖的公用土地有442笔哦 那你最近两年达成率才30%而已啊 那是公所 这个不是 这就是公所 他在改制之前 他就被这个省计处所列管的部分 有这么多笔 那么经过这个半年来 他们执行的结果 一再的检讨 一再的实地的去看探看 然后跟民众的沟通之后呢 这里头有一些是被占用的部分呢 有收了使用补偿金的 还有他拆掉了排除占用的 这个执行的结果 区公所和市政府的有什么差别 差异化 这个都不是财政局在管啊 没有我们会分 他的这个 他这个是公用的土地 那公用的土地一般就是道路 在现在公所他所管的部分 就是属于公用的 15米以下的这个道路是他管的 那他这个管的这个土地里头 如果是有被占用的 这个就是要公所他必须要去做 要处理嘛 那我们杨梅那个警察宿舍是谁的 那是警察局 如果是警察的宿舍 那就是警察局要管的 那不是我们财政局这边 他更有他的管理的权责 不是你们财政局也要去介入吗 我们如果有问题有的疑问的时候 我们会去协助去做做调处 或者是做解释这样子 局长还有我觉得啊 像最前一阵子 梅基台风雨势蛮大的风势也很强 在我们桃园也造成很多的农损 还有一些的水沟也是要报灾修 可是呢我们水务局往上报的时候 你们财组单位都还没下来会看 什么时候才会报边完成啊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开口的契约 灾害在年度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开口契约给他 你如果要抢修抢险的部分 很紧急的部分 他就可以直接从那个开口契约里头去执行 那不是也要你们下去会看吗 不用吗 那水务局怎么说 如果是那个重大的 那个已经抢修抢险好了 要做附件的这个部分才要去会看 那会看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配合这个业务单位 就像说水务局的话 那我们配合他的时间去看 好这一次没击台风来 我们水务局报多少灾修的工程给我们财政局 水务局目前没有报过来 因为他直接在他匡列的那个 我们给他的那个抢修抢险里头 他就可以目前还没有收到他们的 还没有收到 对 那他怎么推说财政局还没有去会谈 我们年度开始 我们就匡列的1亿8千万给了他做抢修抢险的这些 那会后你和水务局沟通一下 看他什么时候会报 好 我也和水务局沟通一下 好 这个一定要做互相的连结 互相的配合 不要说水务局推给我们财政局 如果网站上看到我们公库的收入 比去年度都减少很多 这是什么原因 他主要的参与 为什么我们收入会减少 主要的是在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因为土地增值税两岁合一之后 民众有观望 然后民众有畏惧 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交易 所以土地增值税是有严重的减少 但是呢我们跟税务局讨论的结果 他认为这个事实上 我们今年还有增加税收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房屋税 他因为有调整这个税率 然后在这个地价税的部分 有公告地价的调整 其实两岁合一 根本买卖也就少了 我们财政怎么会收入会增加 怎么你也 不是 这个是底测税 房屋税跟地价税是底测的 你有多少的土地 你就是按照这个来课 这个跟交易没关系 这个固定要缴的部分 那这个他大概 他们是说在以税收的部分 达成是没有问题的 那至于其他的都还蛮固定的 为什么税工库的收入相对的少了那么多 那给我们一个资料 OK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周一元 局长 是 我想 整个 您当 我们局长 财政局长 已经有很久的一段时间 朱立伦县县长的时候 吴晋阳县长 以至于到现在 郑文燦市长 那我想 我们的预算 从103年 104年 105年 预算 103年多少钱 103年的数字 103年4年0505到现在为止 现在为止 747年 现在900多亿 那还没有升格为直辖市的时候是多少钱 700多亿 700多亿 好 我们处长知道吗 多少钱 702亿左右 702 然后现在将近1000亿 等于说 在一年多的时间增加300多亿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是 朱长 那你说 我们每年增加这么多 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还不到两年 我们增加将近有200多亿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200多亿 我们做了什么大的建设 就是这200多亿要扣掉公所的180几亿 所以就是实际上增加的并没有那么多 那主要增加的 就是跟议员报告 主要比如说我们社会住宅 就编了34亿 2000万 好 那我想社会住宅 其实也有讨论的一个空间 我想 现在房子房价这么的低迷 那社会住宅建下去的话 那整个空屋率可以讲说建商会倒很多 我想你们真的也要为以筹谋 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税收的 税收有没有增加 税收 所谓的税收 就六都之后 我们的税收 有没有增加很多 差不多是稳定 稳定而已 那现在房价都一直弱 建商也都不敢借 那未来我们的税收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中央的补助去积极的增进 中央补助也没有很多 而且明年是我们的开发年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很多议员有讲 我们的捷印明年就要动工 那东工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捷印就是982亿 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 那刚刚我们的主席也讲了 我们总共我们市府是要负担172亿 那172亿 目前我们的财务172亿是要逐年的编 还是 这个会按照这个工程的进度 逐年来编 没有错 我想 这个立宪捷印 其实也蛮伤好金 市长讲明年要通车 但是很多联合开发 很多的住户都不同意 那你们也不能像共产党一样 就跟他写一个猜 就帮人家猜 你明年就要开发的事情 你联合开发 所有的住户都不同意 请问处长你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想 就是说一定是站在双影的角度来推动 就是说 因为联合开发的模式 在别的地方都有在进行 你们要告诉住户 联合开发有什么好的福利 每个人都不同意 那你们光是喊 明年我就要开发 明年就是重大的建设 982亿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你的出入口 谁要让你做 没人让你做 你都没有让这些 这些那个住户 让他们了解说 联合开发有多么的好处 所以这个 这个你们 市长往前面走 你们后面都跟不上 后面都跟不上 我觉得说 你们这要加把劲 好不好 那 那个 歐军长你请坐 那刚刚我有听到说 我们的议算 执行力 3000万以上 总共有308件 八德有几件 八德区有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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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研考会 负责的工程的控款 是 这样子 是 好 那你就会后再找资料给我 我想 既然有这么多的议算 编给大家 结果执行力 还有308件 我觉得执行力真的要加把劲 好不好 谢谢 好 主席处长 是 议员好 我们 如果没有一个 一个 数字 来出来 我们会觉得 我们 原民生活在 那个 桃园市是非常幸福 不过 我就请我们 原民局 给我一个资料 来看 原来我们 原民局的预算 在六都呢 除了那个 桃园 台南市政府 他的原住民主市委员会是府内单位 其他的六都的 他们都是一个 都成立行政局 这样子的预算 来 比较一下 原来在我们平均 每个原民分配的预算数 我们是 只赢 新北市一点点 也就是说 我们是排第四名 我就蛮 蛮诧异的 因为我们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以为我们在桃园市 已经是幸福的原住民 那我们知道 那个局要编列预算的时候 都挤破头 我不知道 那个我们两个 那个财主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记录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如果有的话 未来我们原民局 如果在府内 争取预算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呢 要尽量支持好不好 要不然我们每次到哪个地方 都以为我们的那个 原民预算已经是编得很高 我到今天他们把资料给我 才恍然大悟 再来那个 我们的原乡 那一朵可以说明吗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 如果我的资料有误的话 那个你在书面回复给我 再来我们看原乡 原乡来讲 我们那个区长走到哪里走路都有风 不过我今天一看呢 原来我们还在原乡的预算 原来还输了我们的那个新北市 他们人比较少 除了这些 由市政府边缘预算 同筹分配税款之外呢 那新北市他们的那个 回馈金又比我们高很多 所以很多东西数字会说话 我觉得应该要把一些实际的数据给我们 这个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可以来跟我要一下 接下来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欧局长 我在这边看到你 陈处长你先请坐 我在看到呢 你们对我们的天然灾害 復健的一个经费 我知道我们每次最辛苦的就是 我们的财主两个单位 到我们原乡去做復健的一个 线刊 我常常听到其他各单位呢 我们原民局 他对我们原乡的灾害现况 来龙去脉会非常的清楚 然后呢 可是我们常常财主单位的人 因为你们不是住在原乡 然后标准就不一 标准不一很多的 那个台风灾害附件工程 的重大工程很多都没有过 就衍生出来二次灾害 比如说上次苏迪勒的就没过 那可是因为没有 抱在附件工程里面 第二次来台风的时候 他又形成更大灾害 所以就标准不一啊 我希望说你们不要那个主观意识太强 然后问一下区公所 区公所他们公务单位也会去 我们原民的也会去 或许公务局还有其他单位去的时候 既然真的是产生灾害 有危机有的是那边有住家 可是山上本来就是大家住的一定不是 背山啊前面就是有小河啊 要不然就是在那个边坡盖房子 原乡的那个环境就是这样 不是像都市一样 我就说不要太主观 所以那个我们常常会有说 一些灾害 这个不是当时的 可是就是上一次的台风灾害 你们没有爆准嘛 然后就衍生更大的灾害啊 然后我常常问的时候 他说议员啊他们要来可不可以跟我们去一下 有时候要去线刊不是一天啊 有时候要去一天就要去原乡十几个 我们没有办法跟啊 我希望说两位主管 跟要去线刊的那些 也握着一些 他们有一些意见的人 要了解原住民的一些困境 因为那都是台风灾害没有错 那他们住的地方也就是 会造成他们立即危险 应该不要说 诶 这会涂离谁涂离谁 会造成那个房屋倒塌 或者一些伤亡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把它列入那个附件当中 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然后一个是特殊性的问题 再请教一下那个局长 我们之前有关心一些山商 因为不知道酒的法令 然后就会误触 那我不知道最近呢 今年有没有这些财阀的 那个乡亲被财阀的 最近好像复兴区 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是以福岛为主 那财阀是比较重庆的方式 那么对于民众的话 我们加强做宣导 好 以上是这些 那如果有一些事情 我再继续请教 罚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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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央还是我们自己 中央的 中央的 它其实财政部 它是一个 你要制酒的话 登记也不在地方政府 是在中央去做登记的 许可是由中央来核发的 我知道啊 可是一般 你看我们农民自己辛苦种的田 也不是工厂 工厂在做加工 偷酿酒 那应该罚重一点 没有关系嘛 一般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分类 我们自己农民在自己家里 把自己种的水稻 剩下的一些稻谷 把它酿成米酒 这个一罚就罚那么多钱 因为它有酿的限制 你酿酒 他自己酿可以 但是 他也不是工厂啊 他就是酿啊 我知道他用自己种的水稻 自己种的稻米 如果把它 因为稻米放久的话 不新鲜嘛 米就不好吃啊 不好吃就可惜 他把它做成米酒 放着 米酒可以永久放着嘛 我知道 秋元长期对于这个部分很关心 对啊 可是你们还是一样啊 而且对民族的困难 也告诉了我们 那我们在中央的部分 我们也一再的建议 可是你们都没有改啊 从开始就是从降低他的财阀的这个金额 那么将来的话呢 我们剩下的一百公升的这个量的部分 我们也在建议 你建议都没有量的提升 否则都没有量的提升 否则都没有量的提升 我想两夫妻那农民很辛苦 来到你们财政集 我想你看到 我们知道 财政集在哪里 我们市政府在哪里都没有来过啊 找不到路啊 还要我带路带着他们来啊 你看那些是多可怜的农民啊 对不对 你现在一罚八万多块啊 他可能量很大啊 才会有这个八万的数 对啊 他自己种了田啊 就这样 一公顷的农地 可以卖多少 多少那个稻谷 可以卖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没有种田啊 没有 一公顷啊 种了要死 种一公顷 卖不到八万块啊 我们乡下 那海风啊 海风那样吹 根本卖不到 北风一直吹 根本卖不到八万啊 你看你一罚 就罚八万多块啊 那老人家欲哭无泪啊 到处借钱跟我讲 我说这罚单开出来 要改真的没有办法改了啦 对不对 可是你们都讲很好听啊 你收入不好 经济状况不好 没有所得没有关系 你把资料拿来 我们可以盡量帮你弄 弄到后面 讲是一套 罚单开的时候 就一直开了啦 谁管你啊 罚得越多越好 你没有体谅这些农民吗 他没有办法拿出他佐证的资料啦 我知道 他没有所得没有收入啊 已经有处理了 对啊 一罚就罚八万多块啊 老人家怎么受得了啊 他们省吃俭用 辛辛苦苦欸 就这样每次都不改啊 因为我们海边相对大家都很节俭嘛 那经过中央啦 中央我觉得你应该帮我们讲话 你要建议啊 是不是工厂型的 尽量罚没有关系 你到处收集做米酒来专业卖 我们自己家里做的 自己做一些来 平时想煮鸡酒 想做什么 做叶子都可以用啊 自己家里的是不是个案 就一个案子罚个一万或两万 不是啊 可以这样子吗 我听邱毅座已经讲好几次了 对啊 问题是说不会改啊 你看每次抓的时候 好 尽量重新罚 结果一来 罚到一开八万多块 一假地才卖 卖不到八万块啦 我们讲明都不会改啊 这个是发生多久 我是不是来了解一下 有办法 请财政部 对啊 一罚罚八万多万 你说老人家他怎么受得了 我来开会了解一下财政部 他到底怎么跟 你在农民自己家里做的 我觉得就是个案 把个一万两万 一时一时警告一下 又不是工厂 加工厂型的 对 一公顷賺不了多少钱 一公顷卖不到八万块嘛 你看他罚八万多块啦 东西又给你没收掉 你看一下亏几十万 因为中央他层层的 行政院通过了之后 还要再送到立法院去 我知道啦 你讲很多次 每次讲这个问题 你们都不会改啦 每次都专到我们西屋的农民 好不好 拜托一下啦 这个一定要改 法令一定要改啦 不要有罚单就猛开啦 老百姓缴钱的时候 真的会哭死掉 乡下很辛苦 不适合不时宜的法 我们就想办法改 对嘛 你不改他们 你有罚单来就不管先缴 可是你们想这是农民老百姓 如果工厂企业有钱嘛 尽量罚重一点 你该罚的不罚 都罚在乡下肯定这些农民 应该依照程度严重跟背后的 对嘛 你可以分事情的轻重嘛 自己家里也不是工厂 那简单 乡下人 解减多多加减多一些 其实建议修法 是在我们的工作项目之一 你要讲给他们了解嘛 好不好 他们中央的 讲难听一点 他懂个屁啊 他没有种田 他懂什么东西啊 不是乡下人种田的苦啊 对不对 没有种过田啊 吃猪肉的怎么知道 养猪的辛苦啊 老百姓辛苦 种的这些东西啊 讲真的 农民真的会骂死掉了 好不好 市长 我来 罚尽量开罚 管你们乡下 你们这样子 如果做那私酿 那些害人的酒 那些才罚重一点啊 好不好 对啊 做乙屋的那些 做沙拉乱搞乱七八糟 后面很多不了了之啊 农民那么辛苦 种些自己喝的米酒 还罚那么重 八万多块 要做到什么时候 拜托一下好不好 谢谢 我们讲不要轨开完就结束了 不会 我们讲到时候没有结果啊 要结果 你每年都抓我们心屋的人啊 好不好 拜托一下嘛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局长 跟你讨论一下我们 财政化分法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好不容易要拼升格 升格以后 我们成为第六都 我请问一下这两年 我们从中央给我们的税收的部分 财务法以后 对我们升格以后有什么帮助 你会说明一下 包括财务法还没有修改 目前还在中央 他正在研修当中 那在这个 我们改制了之后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 中央筒头 跟这个一般性的补入是有增加 有增加 我请问一下 我们好不容易升到六都了嘛 我们希望能够跟其他五都一样 平均能够来建制来打破 我请问一下 现在林泉部长又特别提到说 希望能够将其他县市拉伸 跟六都差异要变小 我请问一下 我们好不容易升格了 结果我们得到的资源 又不如其他五都 然后现在林泉部长 又要把其他县市拉上来 我觉得对我们桃园来讲 非常不公平 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说 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我们财务法也好 未来的相对很多统筹分配款也好 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 帮我们桃园人来争取 就不是啊 我们好不容易拼升格 升到最后 六都里面 我们是最后的 结果现在林泉部长 又讲说要把其他的县市要拉高 那我们桃园在那边不是成效 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是他中央整个 他所照顾的是全国各县市 所以他因为长期以来 老实的说 为什么这个县市政府 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财力那么困难 那就是因为财政收购化方法 确实是有不公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们在我们来看的话 将来如果财政收购化方法 不管怎么修 不管怎么修 他都是就是 柄就是这么大 那我们要努力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建设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会用别的建设 来积极的争取中央的 那我就请教你一下嘛 我刚刚特别提到 我们好不容易从 从其他县市升到六都嘛 第六都嘛 对不对 好容易升到这六都其中一个了 我们希望能够享受到 直辖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统筹分配款 或者是统筹分配款的部分 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嘛 对不对 能够增加我们的预算 那问题是这样不是啊 那我请问你一下 好 现在我们像 你刚刚讲的没有错 我们希望照顾到全国的老百姓 那将其他县市都能够提升起来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六都里面 自己有没有差别 我请问你一下有没有 你是说六都之间是不是 对 有没有分级 他现在的标准是一样 但是在我们起跑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 对嘛 我跟你讲嘛 他现在里面有分第一集就是台北高雄嘛 第二集就是新北 新北 台南 台中嘛 我们晚人家四年升格嘛 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我们是第六都的 那我们现在变成 二集的这个新北啊 台中 台南是不动的 我们现在变成 刚刚你讲的没有错 这个大饼就是那么大而已 大家要来抢食这个分配 所以我这边也是要建议 是不是第一个 刚刚林全部长讲的没有错 你刚才也回答的没有错 就是说希望能够照顾到全国的老百姓 但问题是我认为啊 六都啊 里面的建制啊 一些不公平要打破 大家起跑点要一样啊 你不能说我们已经 我们起步已经晚了 结果得到资源要比别人少 我觉得对我们桃園市民来讲不公平啊 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对因为在新的财政收视划分法 它原来的这个版本里面 它就有一个叫做保障裁员的部分 那我们在整个的检视过之后呢 我们发觉只有在这个保障裁员的部分 我们要去做要求中央做适度的调整 不是保障我现在的裁员 我要保障我该在六都里头 我们该共有的这样的 好那我想这部分啊 我们也不要说为了桃園市而忽略到其他县市 我是觉得我们要维持我们桃園人自己的权益啊 除了刚刚特别提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六都里面打破所有的建制 不要说我们起跑点比人家晚了 结果我们得到的裁员得到的资源又那么的少 我觉得对我们桃園市升格来讲 我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啊 我觉得你应该站在财政首长的部分啊 帮我们桃園市的所有的市民来争取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啊 我们会的 好不好 像我们统筹分配款的在争取补助的部分 我们甚至于连王国市长都带着我们去开会 好了这部分我想特别就我们裁员的部分 跟你做讨论啊 希望帮我们最晚升格的桃園市啊 能够得到应该有的我们的权益 好不好 这部分希望我们财政群的部分 特别要努力一下啊 那个主席所长我特别提到一下 有关于基金的部分啊 刚刚有议员在讨论啊 我想基金我们一直认为说是市长的小金库啊 那有些都不限一些管制 然后一些那么多的基金 我不知道说你们对于基金的管理啊或者是检讨 你们有没有做可不可以做个说明一下 是就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基金它其实也是要遵守我们预算法 还有相关的各式各样的有关预算执行的一个规定 所以绝对不允许它变成是小金库 那我们除了会定有收支保管应用办法以外 那其余的这一些它在真正在做执行的时候 它还会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 我想刚刚你特别提到 我们不想说让外界一直认为说 这是市长的小金库 我们希望能够让它运用也好 保管也好支出也好 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应该有的效益 如果说基金真的效果那么好的话 就不要其他科事啊 其他局促啊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我想基金的部分啊 希望能够再做适度来检讨修正啊好不好 好 第二个我特别提一下 昨天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有提到 我们桃园航空城的部分啊 年年在做亏损 那我们收跟支都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平衡 那我们航空城的部分每个月只有租金15.5万 但是它的人士大概就125万 那这部分还被省计处来承报来纠据 我想说身为我们主机单位 我想我们有没有主动的跟我们市长 或跟我们团队来说明一下说 就航空城它在预算的承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来做第一步的审核 或者是来做了解来做说明 你可以说明一下 是 但是航空城公司这个部分的 不管是在预算或决算的各种场合 我想我们市府内部对它的问题非常了解 那它的问题当然主要它的亏损主要还是因为整个航空城计划 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目前定位在招商跟行销 所以它不会有收入 会有亏损 不过我想基本上我们对相关支出的准结 我们会来努力 好不好 包括王副市长 我也特别提到一下 刚刚主义来讲的是航空城 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这个案子 我想我也不要再浪费太多时间了 我们想说航空城的部分 已经亏损 年年亏损 那没有收入嘛 那我想一个公司 要是私人企业的话 早就倒闭掉了 我觉得这是纳税人的钱 我们也不能够随便乱花 我们要好好的来监管 这部分我刚才有特别提到 因为我们人事的开销特别的大 是不是以后我们重要的董事长 总经理一些重要的主管 是不是由我们公务人员 市府的公务人员来兼任 我觉得我们可以多方面的 多管道来讨论这个事情 在没有真正的业务之前 可以考虑要节省这个开销 对嘛 因为土力取得 你刚才有特别提到 土力取得表定是108年 这表定 可能到110年115年 我觉得都打个问号 好不好 这部分我想开源节流非常重要 好不好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出一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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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基础系企議員 习宿习习习义圆 叶明月 叶月圆 共用15分钟 请发言 谢谢 谢谢议长 我们请教我们的财政局长 局员 那我们台湾市 你现在到九月底 现在整个税收税差 到九月底短差了70亿 70亿多 那在这样一个立场上 我们市政府 在可能到十二月底的时候 那这个短差市值会不会是更大更多 这个我们也检讨过 我们会短差这样子的数字呢 重点我们的税收还有一些 还在这个十一月以后才会收进来的所谓的地价税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我们基本上我们先看预算数 以预算来看的时候 本来在编预算的时候 在税入税出的差短就有120亿亿 那么到目前是有70亿 那么还是在容许的范围内 另外一个就是 税出的值请一般不会达到百分之百 那么如果以九十来估计的话 那么它事实上还有九十公平 以我们现在我们目前所呈列出来的 到九月底的这个场短期的这个负债 负债是在我们全国是第四低 第四低是真的是 这个是掌控来是非常的好 从早期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负债是 一萬兩千多 現在只剩下到每個人負債八千九百多 這是對我們市政委一個掌控 但是我們在整體的後續的桃園市的建設相當的龐大相當的多 這樣包括我們的社會福利 包括我們的社會住宅 接著都要整個要發揮很多的監位 包括我們的綠色捷運的開拓 在這樣下去的時候 市政府的財政有辦法來做這麼好的一個管控 剛剛講到我們的支出 福利的方面我們是穩定的量力而為 到目前基本上的俗行就是這樣子 建設的部分我們是需要建設的 當然有一些捷運的建設 我們必須要地方要負擔的 那所謂負擔的一百多億也不是一年要負擔 它是分了好多年去分年來執行分年來負擔的 那至於另外的市場市 像這樣看你這個 我們目前所這樣的一個財政 這個財政要看看我們明年的所要發揮的 真的是非常的龐大 那你這樣再不好的再做管控好的話 明年的這個負債可能就會越來越多 就不是這單單真的 而且現在我們的財政部所規劃的這個財化法裡面 它將來是以稅收好的單位是分配會比較多 然後就不跟以前都不太一樣 努力啦 那個叫做有財政 你自己有努力 那你就會 他不會 應該不會你的財源好 財政狀況好 他會給你比較多 對啦 但是我現在還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們桃園市的財政 那在你的這個努力 我希望說還是要回歸到整個這個制度面過來 不要再整個一直到最後 一直龐大的支出 社會福利活動辦得非常的多 那個支出也是相當的龐大 該支出的該做的要做 該減少的你還是要管控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好 謝謝 謝謝 那請教我們主題處 那在這樣你各單位 在執行這個統計工作 統計工作來 你從我們市政府的各機關團體 還有我們的各公所 那現在做得最好的是哪一個單位 做得最差的是哪一個單位 就是因為好話話 因為它有很多的面向 所以基本上我想 不管是局處或工作都有努力的在辦理統計的工作 那在這樣的一個考核 你們是負責督導一考核 那也是包括執行力 包括執行力也是您要整個要負責的業務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說現在已經接近年底了 哪些單位執行力最好 哪些單位執行力最差 我希望說你把這個資料呈現給我們 好 沒有問題 讓大家來把這個所有的 我們市政府的各機關團體 還有我們的各區公所 讓大家來了解說 到底我們現在 你每年的執行力編列了這麼多的預算 到年底來了你的執行力到哪裡 讓大家來了解到 是不是該檢討的要檢討 該肯定的該鼓勵的要給大家鼓勵 每個月都有在檢討 那你把這個執行力好的跟執行力最差的 你把這個表統統列出給我們好不好 好 是 我希望說大家共同為我們 桃園的民眾的扶持共同來把關 都共同努力 好 謝謝 沒有問題 好 謝謝 財政局長 學長好 謝謝 請教一下 請問我們那個 有關就是 這個中央 中央計畫型的補助款 中央計畫型的補助款 中央計畫型補助款 103年到105年 這三年 他的那個計畫型補助款 到底總共是有多少 那等一下再回答沒關係 這樣我先請教你一下 你這個 這個報告寫得很好 我想請問你 稅入預算 105年是826億 對不對 那這個 今年 那稅初的話是 947億 對不對 對 那106年 這個稅入增加了 800 變870億 增加是增加什麼地方 他所增 我們增加的部分 主要是在中央的補助的部分有增加 在今年的有一些計畫型的補助 增加將近50億喔 我記得增加20億的樣子 有 對啊 你這個稅入為什麼會差將近50億 那錢是從哪裡來 還是從罰款 準備開始 我看這一年來喔 那個稅入很大的收入 可能 明年應該會是在罰款 我們所有的計畫型的補助 都有核定的文號 都是中央有核定的 那將來他真正撥到的話 是按照我們執行的情形 他再把錢撥進來 好那所以呢 這個106年啊 稅入跟稅 稅初的那個短差喔 是160億 那連同呢 這個 債務還本150億 還需要融資調度310億 稀以奢借收入 予以泥平 盡請貴會審議 並肆予支持 如果今天老百姓看到這樣的 一種報告的話 你認為老百姓第一個 他能接受嗎 第二 符合 未來我們桃園的一個財政的 一個方向和基礎嗎 報告議員 我們希望議員支持的是說 你看過我們的預算的內容了之後 審查了之後呢 然後讓他能夠通過 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那各項的計畫都是有進行的 未來啊 其實喔 局長我覺得你最近變瘦了 可能因為市長用錢用到 讓你很頭痛 然後你吃不下飯 不會因為團隊大家都很努力 你看 我知道大家一起花錢 我知道啦 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應該花得你心心難跳吧 會不會 未來台灣啊 因為都是在預算的額度內在之間 台灣的這個 我們全國的這個財政來講 你看好還是看不好 會比較差也比較好 老實講你是很專業的喔 我不曉得議員的看法怎麼樣 我現在請教你是專業嘛 我知道怎麼好幾槽 你還會坐在這裡呢 各縣市政府都必須要很努力在這個財政的 要尊敬開支嘛對不對 那我懂你的意思嘛 你就說不樂觀就好了 講這麼多 對不對我希望你稍微有一點點 不管好或者是不好 像柯P有沒有 講話有尬死一點 我們才能夠放心的把財政加在你手上啊 對不對 未來財政一定不會比較好啊 尤其現在喔 你那個兩歲合一也是一樣 現在的交易市場 還有所有的景氣來講 所有的商業 所有的這個 一些的這個經濟 其實都開始要叫苦了 只有在位者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要說的是 現在開始喔 這個編列預算也好 用錢我希望喔 真的要量入為初啦 要量入為初啊 否則的話 真正在留子孫的事情喔 真正會在民進黨啊 執政的時候發生啊 所以局長 我希望啊 真的有關於這種金長門的部分 盡量盡量喔 能夠尊傑啊 資本門的部分喔 尤其像有一些喔 主計也一樣 就是有關於一些回饋的 這個部分 還是要請市政府喔 要檢討 現在很多回饋金喔 都給很多的地方的一些里長啊 做一些綁裝 酬庸之用 我們民意代表啊 跟市政府根本沒有監督到這一塊 那一年下來好幾個億啊 在那邊招待旅遊 送紀念品 幹什麼用 萬一真的這些公安公害 發生問題的時候 是要由誰來負責啊 就是要由民意代表 跟你們坐在位子上的這一些人 要來承擔 所以希望啊 能夠盡量 財政啊 量入為初啦 拜託你局長 好謝謝 那個主席 主席處長啊 剛才提到喔 這個 各局的這個質詢力喔 這個最高最好的跟比較差的 我告訴你啊 我看了一下你的質詢力啊 以照分配合來講 這個粉飾太平的這個說法 這個分配合來講 這個目前質詢力最高的應該是水務局跟社會局 他們有高達九十幾 但是我要講的是 不管你各局 當然你總平均下來 有些可能達到六十幾趴七十幾趴 但是你看那個單項 有些是單項的部分啊 他的質詢力啊 編列的預算 有時候高達 有的是高達八千多萬一億兩億 對不對 但他的單項的質詢力 只有十趴八趴五趴 像這個部分 你就應該要考慮 明年要編列 下次要編列預算的時候 在這個單科項目的時候呢 是不是就應該來尊決一下說 你的執行率不好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做 你就不要把那個預算 把它掛在那邊嘛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 這個你們是不是應該要來 要來這個考量一下 有跟議員報告 就是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他提出來的計畫 然後我們會依審查那個時間點 他的執行率都會 我看我想 105年的預算裡面 很多啊 我跟他看了很多的單項的科目的裡面 很多的執行率 以分配合來講 這個項目大概只有這個八趴五趴 真的是太低了啦 表示他根本沒有辦法執行啊 所以你當然明年度的預算 都已經編列了 對我不曉得比較 我還沒去做比較 不過我們審預算的時候 再好好的 再好好的來看一下 不過我想這樣的一個情形 到106年也是一樣 你就應該好好的去做一個規劃 好好做一個監督嘛對不對 好好做一個這個分配嘛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會好好的來控管他們的執行 應該要控管一下啦 財政局長 我想我想今天啊 我們每一個議員都非常擔心啊 我們這個桃園啊 這個第六度啊 未來的財政啊 該該怎麼 該該怎麼辦對不對 你像現在我們明年我們今天已經編到 一千零二十三十億了對不對 那我們還有很多重大的這個建設對不對 那未來106年對不對 重大的建設啟動的時候 我們的預算總率 預算要編列多少 那要看到時候實際上需要的情形 是嗎一定會超過一定會超過一千零三十億嘛 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子 理論上應該是會成長的 理論上一定是吧 不可能低嘛對不對 你現在是 但是在審查的 在預算編的時候 你非繼續性的一定是要先把它拿掉 你現在到目前為止 那你預算的來源對不對 我們經費的來源 有幾個有幾大部分 我們的經費預算來源有幾大部分 主要的是稅客收入占最大部分 再來就是補助收入補助審助收入 除了這個之外呢 中央補助 那就是補助的部分 統籌分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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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們的稅客收入裏 好 那就是中央補助 徵求中央補助 然後呢 再來呢 再來就是爭取 中央補助收入 那補助收入裡頭有一般性的補助 有叫做計劃型的補助 那計劃型的補助 就是會跳脫到這個個縣市一致的標準去 我們會在計劃型裡頭 各別的計劃 我想總預算 總預算 也還有包含 我們對中央的舉債 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 了不起 那再賣自籌款 就是賣土地 對不對 賣土地會有一些收入 是不是這樣子 土地也不太賣了 我們現在不太賣了 你現在不應該賣了 我告訴你 土地現在如果你在賣的話 我跟你講有土石有財 我跟你講賣不用三年 你就整個擺料料給 因為現在是這個房地產最低落的時候 最低迷的時候 你現在是攔折對折砍 都沒人要買 如果再賣的話 就是打三折 打到股折去賣 然後賣了 我告訴你 賣出去賣了三年 我告訴你 整個桃園的財政 大概就已經就結束掉了 我想這個部分 這是所有的議員 包含我們桃園市 所有的市民 所引誘的 希望我們的財政 不要因為分配不均 不管是 在金長門跟資本門 這個相較之下 分配不均之下 有沒有 沒有做好的這個 做好的這個控管之下 造成了我們這個財政的 這個缺口是 越來越大 那另外呢 我想你這邊有這個房屋 房屋建築 這個設備的部分 你這邊有這個 一萬九千七百二十七筆 我想要知道 房屋的部分 建築物的部分 在我們中立區 有多少的這個 這個房屋建築物 是屬於我們中立區 到底有幾筆 希望你第二個 請辦公信表給我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范剛祥 范議員 范議員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歐局長 我看到我們的工作報告 第一頁裡面有講說 我們一年以上 債務未長餘額 155億 那麼 佔這個明目 國內生產毛額 是0.1 那麼 法定債限是0.7153 那麼我覺得這樣代表 我們的這個財務狀況 基本上是OK的 我們都遵守這個公債法 的這個上限 而且看起來還有相當的差距 那麼 我希望 就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希望我們財政局 能夠繼續秉持這樣的精神 確保不會再留子孫 因為我們後面見識很多 那麼我們逐年 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仍然應該 合時的去進行審查 那有一點 另外一點 我比較搞不清楚 在第一頁中的部分 我們債務還本是166億元 那麼又說 以債務舉措 120億元之印 那你還166億 又借了120億 這個是時間上的 時間差的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這個有兩個部分 166億 這個是以前年度有借款 到今年的時候 必須要去還的 這個是債務還本 那這個120億 160 120億是要還款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債務還本的部分 是按照我們當初的借款契約 必須還款期限已經到了 所以才去還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說清楚 因為我們一般的嘗試看看 就奇怪 你還要借120億 那你幹嘛再去還166億 那這166億是有時間性的 希望以後在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能夠說明清楚 第二個部分 是有關我們公有土地的部分 因為桃園市我們是寸土寸金 尤其桃園區是地匣人仇 所以你這個市有不動產 要怎麼樣充分管理 就更行重要 那事實上 我們的市有不動產 它是相當複雜 我看我們的這個管理的自治條例 裡面有分公用財產 包括公務用的財產 公共用的財產 還有事業用的財產 我先問你 公共用的財產 就算是預定公共用 而未用遭到佔有 應該還是公共用的財產 應該是沒錯 對 還是公共用 所以它的管理者 還是那個管理機關 另外呢 就是所謂的非公用財產 那麼我想第一點先確認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當然寫的是這個都有寫到 可是我覺得欠缺一個什麼樣面向描述呢 欠缺面積的描述 你有比數 可是你沒有面積 我對這個問題的整個程度 我搞不清楚 尤其各區來講 舉例來講 我會想問的問題是什麼呢 例如說你在你的第六頁裡面 你講說我們公有的部分 公有的公用的部分 最多控制的土地是屬於未開闢的公共設施用地 對不對 好 那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 這樣的土地比數有多少 它的總面積有多少 以我們桃園區來講 我們最過最為地匣人仇 在桃園區裡面 我們所分佈到的公用的控制的土地 它的面積是多少 有辦法現在回答嗎 還是要事後書面 我們另外給書面 好 我希望事後書面給我 為什麼我希望這樣問 因為我們桃園市土地有限 那你現在告訴我 有公用的控制土地 我的感覺就是非常可惜 因為你即使做一個過渡時期的活化 也是很好的事情 那你擺在那邊 那到底土地邊緻多少 我沒有辦法做一個量化的理解 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補充一下 另外 非公用財產的管理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非公用的房地 我們有定有出售作業要點 來 原則上 我看起來這個要點第二類 是有房地無保留公用之必要者 應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也就是說 在這種類別的財產的管理上 我們原則上是希望 沒有公用的這個必要性的時候 就把它處分掉 原則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講 公有的土地是以公用為原則 當你公用不需要的時候 就會變成為非公用 那非公用就可以來做處分 那它處分的方式有很多種 所以當你把它化歸為非公用的同時 也代表了說 我們認為性質上是應該要處分 來取得財產上利益的類別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可以 是這樣的意思嗎 如果短期間不去處理的話 我們會去先給它做綠媒化 像我們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的非公用 好 沒關係 這是我後面要問的問題 好 那麼在這裡面我們有講 要完成法定處分及預算程序之後 才能夠出售 那我問你 預算程序是不是包含 議會的審查預算程序 應該是包含在內吧 是不是 對 出售的話一定要經過議會的程序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要確保說議會 我們作為一個多元的民意代表機關 我們是有參與的這個機會 好 那再過來我想要確認一下 就是你剛剛已經提到的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有保留公用的必要 然後要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我看到你在第八頁的這個部分 你有把我們 等一下我先把一個前提性問題 先確認一下 第一 你的前面你寫說是非公用建地的管理 你這個建地的意思應該是土地吧 對 不只是建地嘛 因為除了建地之外還有其他地幕 因為有一些像我們舉例農地的話 就是農業局管理 然後耕地的話是地震局管理 OK 所以在我們財產 這個我們這個財政局裡面 我們會管的就是建地而已 我確認一下 那好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類別裡面 我們分為什麼 閒置可活化 閒置非屬可活化 租占用以處理等等 六類 我問你 你這六類的分布跟它是不是有保留公用的必要 有沒有什麼對應性 是不是第一類仍然認為是應該公用 而其他不是 那或者說像其他的這個佔用的這個狀況 有的當時歸類為非公用 但是檢視的結果 其實它是有公用的這個功能佔 我們就會再回覆到公用的那個類別去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在我們處理的過程中 必須要去再做釐清 所以你這個六大類是一個暫時性的分類 我先做一個這樣的分類 然後根據這樣的分類 做現在的一個暫時性的處理 經過處理之後 我才終局的去確認 它到底應該是公用或者非公用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希望下一次工作報告的時候 對於這樣的一個 因為我們的工作報告裡面的內容 應該是跟我們的法規有所對應 那它跟法規是如何對應 要寫清楚 我們這樣才搞得清楚 好不好 好 那再問你一個問題 同樣的 這些地方事實上 它可以對促進市容有幫助 那麼這些地方它的出售 會像我們剛剛的有議員講到的 它事實上有一個時機的問題 當你在不動產市場很糟糕的時候 你跑去賣的話 那你就是建壽了我們這個土地 那像這樣的問題 我們市政府裡面 有沒有適當的機制或者委員會來決定 還是就是說你在縫合的狀況之中來去決定時機 該不該出賣 我們會看時機 那麼以目前我們改稅了之後呢 我們盡量的就是不去賣這個土地 盡量不去賣 你說非公用的部分 對 然後能夠的話呢 我們盡量能夠提供 就像我們有一些比較 雖然是小 但是它也不算機零的地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提供給民眾作為行車使用 因為這樣子呢 事實上是可以改善市容提供民眾的需要 OK好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到底它要怎麼處理 要賣還是不賣 其實沒有一個鐵則 不是說賣就一定不好 對 或者賣就一定好 因為我們要看它到底怎麼樣用 因為其實不賣 比如在手上的話 你還有這些管理的負擔 可是假如說有些地事實上沒辦法用 不過沒辦法用的地事實上也很難賣 例如說 我說真的 因為這裡面大家應該很多是底角稅款所取得的 對不對 那底角稅款取得也很多是共有的狀況 我看共有的狀況 在共有裡面占多少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數字 就管理上來講 共有跟非共有 這是絕對不一樣的類別 我們從公所那邊拿到的這個土地 持分的非常的多 因為以前的遺產稅就是在公所 好 那共有的比例是多少 共有的土地 在我們一千多比裡面 一千一七三比大概多少 我們詳細資料的話 待會後開始 好 請你們把它做一下分類 因為就我來講 好不好處分 第一件事是有沒有共有 另外 同樣我想大概你們也沒有辦法立刻整理出來 我希望就你們所講的 閒置可活化的這樣的狀況 還有租占用以處理 占用代處理代管理 這六大類 既然是重要的類別 我希望你能夠整理出 它的各該面積的比例是多少 然後另外就我來講 我當然是來自桃園區 我關心桃園區的狀況 桃園區的這樣的土地的變基地有多少 因為我覺得假如可以閒置的部分 在活化是很好的 像我們的北門簡易公園 就是你在第九頁 這個上面所講的 我希望這樣的狀況能夠 尤其優先的把它確認出來 到底有哪些是非公用 可是我們可以馬上來去把它活化 還有另外這些所謂的活化的這些土地 它到底在性質上會被劃分為公用 或者非公用 這個部分也請提出解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交給 一般是交給區公所來做管理 那我們會把它改成為公用嗎 可以 會改成公用 OK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魯明哲魯議員 以及蘇貴林書議員 梁慧超梁議員 嚴忠傑議員 共用3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我們先請財政局 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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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聽你講蠻多的 你說今年的可能財政差一點 我是覺得其實差蠻大一點 蠻大一點 有很多部分都差蠻大一點 你剛剛說我們土地已經不太賣 聽不太懂 是你財政局不太賣還是人家不想買 這兩個有差 賣不出去說回來裝清廉裝清高 那是兩回事 但是你今天明年度預算編出來 稅率 尾書不講1030億 稅率870億 你說加加減減加短期還款 大概還要借310億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大水庫 有些短期借款不一定看得到 大水庫的數字是這樣 那現在其實我最擔心很多小水庫 已經最近在討論什麼時候開張營業 放在基金裡 我是說真的 你說公務預算算公務法 對我們議員來講很簡單 你不管通道住宅基金的水庫 我們每一年潑進去 它是有相關聯的 是相通的水庫 軌道基金也是一模一樣 對我來說 你在這邊借錢 或者躲去那邊借錢 我相信所有議員 就是桃園市的總負債 你未來怎麼還 你說這個公宅會賺錢 那會賺錢 那不是跟大水庫一樣 大水庫也說 未來我們財政會好 我們收的稅會多 再來還 道理一樣 所以大水庫總共借多少錢 要注意 那我們先跟你談大水庫 我是覺得現在 我自己覺得 我們現在整個財政的一個規劃 財政主計 是不是 我覺得是不是 現在因為 有一點點財政壓力 我覺得有一點的味道 能長就長 能撐就撐 然後勒 目標撐到什麼 撐到下屆市長選舉 該爆雷就爆雷 所有數字都出來 當然 這是我覺得 我可能想的比較政治化 但是 大家 千萬專業的人士 不要往我這個 預設的 那個景走下去 我講說真的 人家說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桃園市 你拍著胸部做這麼大的事情 你要給人家福利 對不對 我給你福利 你不能晚上去偷抽人家的血 你知道嗎 偷抽小市民的血 然後隔天早上 送你一包血 我就搞不懂 你明年度870億裡面的稅入預算裡面有577億是科稅收入 那科稅收入裡面比去年多了26億 當然你們幾個大象有加有減 那其中三大象我不太理解 第一個你科稅收入 坦白講 今年的土增稅 土地增值稅到目前為止 短收大概44到45億 你邊的116億 大概現在少收45億 目前為止 最後兩個月 坦白講我也看不到前景 那會少收到多少 我在想說 maybe30億 但30億對你叫小錢 叫你剛剛講的差一點 是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差很多 明年 大家不要說故事 各界的分析 暢黑的那種施令很多 我也覺得 你剛剛也覺得景氣不太好 所以你不太回答 那景氣既然不好 你土增稅今年已經短收了30到40幾億的預算 你明年還照編116億 我是覺得 第一個能撐就撐 撐預算 我要講 你要 你講真的 你不是講給我聽 今年已經短收了這麼多 你明年說我太有信心了 還能夠收到這些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信心從哪裡來的 但是我要講 870億 主要撐起來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 那你明年真的多 真的 除了這個之後 你還多什麼 我覺得狠狠 我這樣明天就要出去宣傳 鄭市長 今天發我紅包 明天去你家抽血 你的紅包 就是你的血染出來的 為什麼 明天增加了稅 土地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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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小工業再小 也是一份股東 你增加20億 從68億到88億 真是 我覺得真是 真是偉大的政府 真是偉大的政府 跟大的錢弄不到 國家 這個發展的稅 進不來 跟小市民 勞個20億 你知道嗎 68到88億 那個百分比是多大 當然啦 地價怎麼調 增值怎麼樣去弄 你們 都你們配合 但你們厲害 但是我們要給市民知道 明年多的預算 有20億 的血 是從小市民 抽出來的 拿到紅包 不必這麼感謝 當然另外的房屋稅 你也增加了4.4億 這兩個就增加24億 我覺得你這樣的磕醉 這樣的收入 這樣增加 我是 不以為然 第二個 補助收入 我打電話給你 補助收入你增加20億 恭喜你 我也覺得應該要 全部都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再說什麼道理 補助那麼辛苦 補助經費沒有多一點嗎 那我們樂觀其成 希望那20億能夠更多 第三個問題就比較大 從古時候 我想這個 吳志強時代也有 靠一筆錢支撐 就是賣主產 剛剛那個議員問你 你說不賣地 還是人家不買地 我跟你講 今年你 還沒有執行完 今年你編了 說要平均地權地權 基金要給60億給你 今年要給你們60億 對不對 要叫他們好好幹 好好幹 60億到年底要撥過來 不然土真稅弄不到 這個弄不到 會倒電 難看 那 60億啊 沒問題 因為去年賣得兇 賣了139億 去年撥了50億而已 今年 一分地沒賣 都夠撥今年的 明年啊 你大概也知道 一天天啊 但你只少編8億 比那個去年還 你編了52億 52億啊 你要從這邊撥進來 但我要告訴你啊 今年不是你不太賣地 是人家不買地 快死了 市場都快窒息了 難道你不知道嗎 7月份 我們的整個區段徵收區 包括中路 跟這個我們中立的 A22包括了巴德 總共拿出38塊土地來賣 你知道標了幾塊 標了18塊 榮景不佔 有20塊 沒人理 然後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9月29 想說跟著重劃基金的 16塊地 一起來大家尬在一起賣一賣 反正賣兩次再說 恭喜啊 都賣出第三筆 還有17筆賣不掉 總共啊 大概拿出來地賣一半 如果加重劃基金 16筆賣6筆 現在外面的景氣 跟去年那個東西完全不一樣了 沒人買地 那我要告訴你的 預算還這樣子編啊 我就覺得 這叫亂編啊 亂編 我為什麼講亂編啊 因為你自己的預算書 105年 你告訴議員 你怎麼樣撐住今年的預算 是因為 他要撥給你60億 但是這個 平均地編基金 你們計畫今年 總數要賣74.7億 75億 這是你們的預算 不是我的 我不亂講 你們要賣75億 那個是基金的預算 74.7億啦 你們預算 那我宣布目前答案啦 搞不好有沙尾盤 我不知道 有沙尾盤 我不知道 第二天你跟我講說 那今年大概市場就這樣的 現在是賣31億 達成率42% 42%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明年還閉著眼睛 趴趴趴趴 照編 你今年給你60億之後 他大概只剩15億啦 再加上今年的錢 加起來湊40億啦 你明年度要把它clean 我也沒意見啦 但是齁 如果你預算的邏輯是這樣的 我是覺得有很嚴重的問題 你今年錢賬未清啊 今年的地 副市長 今年你們預估的地 就不好賣嘛 也沒人怪你們嘛 可是我最沒辦法接受一句話喔 副市長我在這邊 先放到這邊喔 我相信部分黨派都這樣說 地是我們的資產 不一定要現在賣 我們的同仁居然告訴我 他要趕快賣兩次 因為按規定 賣兩次之後 可以降價百分之二十 繼續賣 坦白講我想講髒話 你賣主產你就賣 反正也賣了 誰管不了你 可是這種東西 本來在市場在長期中間 是我們的資產 不賣 不賣就是我們的 這個地就在這裡 有一天 他把賬回來 也許變成現在五十萬 未來是一百萬 我是覺得這樣喔 千萬 不要輕易的 你說現在被我 我得到通訊 現在馬上討論了 我們就非賣不可 好像財政撐不下去了 那我們問財政局長 為主計處理人說 我們財政很健康啊 好像非常健康啊 健康到什麼地步呢 我剛剛把大家健康的情況 有幾個脹氣不太好 大家注意一下 其他部位健康啊 你有些錢根本已經收不到了 你完全收不到了 如果你再把有價的土地 有些在捷運區 在未來 我坦白講 你再等五年八年十年 那發展是現在兩倍的價錢的時候 你現在硬要把它賣掉 那就是宣告我們桃園 桃園市已經快要破產了 你才會這樣去做啦 我是希望千萬三思 財政局長還有主計處長 其實早上我聽到那麼多的議員在質詢 我真的心情很沉重啊 早在我們去年年初 包括年底的時候 應該是103年年底的時候 那開始開會我們就一直在講 我說當時啊 吳智陽在做縣長的時候 他都說他的土地賣掉就買不回來了 所以我說你們在原來中路重劃區 一坪可以賣到一百萬的時候 好 你們說草地坪 好 現在等到你們自己來賣這個土地的時候 你平均一坪才賣七十萬 對不對 那照剛剛魯明哲議員講的 如果今天你們第一次 流標沒人來投標 你們第二次 第二次以後你們就可以降價百分之二十 你知道按照平均數七十萬一坪 如果降價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一坪又可以再變成六十萬出頭 欸 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這叫什麼 這好聽一點啊 這叫賤賣國土啊 這難聽一點啊 這叫土地財團啊 你原來一坪有一百萬價值的東西 你偏要在這個時候來賣 然後你用降價的方式把它賣掉 你一坪用六十幾萬賣出去 你這不是土地財團是什麼 誰有這個本事來買這種土地 那只有財團有這個本事來買這麼大面積的土地嘛 但是我要再講一次喔 賣掉了就買不回來了呢 賣掉就沒有了欸 你知不知道當時我現在我住的房子距離我房子不到五百公尺有一塊土地 一直荒廢在那裡 大概有一千坪 那是什麼 那是我們貿易七春眷改土地 然後當時啊就是蘇貞昌在質疑 質疑當時的國民黨賤賣國土 所以要求國防部五百坪以上的這個國防部的地 通通不准賣 所以那塊地啊就從九十四年到現在沒有賣 空在那個地方長雜草 不管它有沒有長雜草 如果按照當時 民進黨很多政治明星他的這個政治言論 他就你只要是賣土地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土地財團啊 你就是賤賣國土啊 我同樣這些話送給現在桃園市政府的鄭文燦市長 你在現在這個時機來賣這些土地 你就是賤賣國土 你就是土地財團 那我們再回過來看喔 我們的收入只有什麼 剛剛盧毅元也講了 一個補助收入嘛 然後一個是什麼 稅客收入嘛 然後一個就是這個基金易住的收入嘛 對不對 剛剛已經講 你地賣不了 你這個基金易住進來的錢你就少了嘛 那課稅收入我們也都知道 你現在課稅少了多少 少了多少 二十億嘛 土地增值稅 少了二十億 好 少了二十億 然後土地增 房屋稅少多少有沒有 有沒有少 房屋稅是增加 增值稅 土增稅少多少 土增稅也會增加 土增稅少多少 土增稅會減少 少多少 土增稅會減少 土增稅 尤其吸收入 還有一百億 硬化 審計地增稅 пост experiments 专业的 我觉得要有点专业的 那个良知跟勇气 苗栗县那个县长 现在被弹劾 可是奇怪 当时还在编预算的时候 明明知道负债累累 为什么他的财政局局长 跟他的主计处处长 还会让他这样的预算可以过 可以把它编得出来 可以用这样骗的 瞒天过海的这样编出来 已经都达到 法定的赤字上线了 还可以这样编得出来 没有那个财政局长 跟主计处长帮他 造这个东西 做演这出戏 这个戏是演不下去的 我现在就要提醒你们两位 要有道德勇气跟专业良知 我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刚刚讲 如果你今天地价税 土振税通通都减少 那只有两个答案 就讲明年 你就要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要从老百姓身上 不断的拔毛 对不对 刚刚讲房屋税 要调账 地价税也要调账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我看了我们104年 所有的税收里头 只有一项税收 是有增加的 只有比预算还要多的 多了5000多万 是什么 罚金罚还收入 罚金罚还收入 我们光104年决算 我们的罚金罚还收入 光是交通违规的 罚了7亿多 那这又预告什么 预告就是明年 大家要小心 对 这个不但房屋税要增加 地价税要增加 你小心 那个 这个监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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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影啊 摄影啊 就在你旁边 一定 没钱 就找钱 就从哪里找 老百姓身上最好找 罚金罚还 再让它大幅增加 我们现在这里预告 乌鸦嘴先预告 但是也要提醒 老百姓如果够聪明 他如果不 不违规 这个罚金罚还 再收不进来的话 怎么办 你如果没有开源截流 你如果没有 资租必较 好好的掌管 这个所有的公款 我跟你讲 未来会非常可怕 刚刚局长 也问 这个 有议员质询的时候 你说 你说资本门的建设 我们是要造福后代子孙 没错 资本门建设 要造福后代子孙 但是我要再提醒 你刚刚自己也讲 有自常性的 有非自常的 自常的意思是什么 自常的意思 就是 假设 我现在 我觉得地堡太棒了 那么棒的房子 我一定要给我孩子买一间 我买了一间了 买了一间 让我跟我孩子说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预估 未来 你能够赚多少钱 所以 我预估 我的孩子 未来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他赚的钱 绝对足够 可以去付 那个地保的贷款 那就是自常性 对不对 你们现在预估的都非常好 你预估 哇 台铁地下化以后 我们的地上可以做 而这个土地 可以交易的 拿了多少税收回来 我们可以 抵费地 可以卖多少钱 然后呢 我们的地下税 可以收多少 我们的土增税 可以收多少 这些钱 全部都从老百姓身上来的 对不对 那我就讲 这些都是自常性 然后你还说 我如果把它弄成车专区 我车专区出租 我有多少的租金收入 这些都是预估的 如果没有呢 如果我们的后代子孙 没有那么多的能力 可以来负担这些债务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你的自常性的这个收入啊 很多都是浮边的 你为了要达成 就像我们在讲嘛 台铁地下化 对不对 之前每一年讲的 你的自常性只有6.37 结果呢 才短短10天 马上可以调账到20点 20% 从6%到20% 10天 自常性的费用 你可以从6%到20% 那个不是造假是什么 那肯定造假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要提醒你们 真的这个部分 要秉持着这个专业良知 跟财政 财政纪律 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12点多 他提高那个自常率 不是造假 他有做过审慎的去批误 局长我想 未来的责任真的非常重大 因为 未来整个桃園市的财政 绝对会变得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我们未来桃園市要推动的建设 我讲给你听 铁路高价化 改成地下化 本来381的经费 现在调整到快1千亿的经费 增加了5、600亿的经费 绿线800多亿 中立内环线300多亿 整体这样大大小小的建设 未来台湾市政府 未来十年整体额外需要的经费 可能高达3000亿的经费 所以现在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要严格把关 该卖的主产能守住就守住 因为现在是房地产最差的时机 这两三年卖地 绝对是最差最坏的选择 局长你应该认同这样的话 对不对 那当然很多福利政策的推动 我想可能都是必要的 但未来的各项福利政策的推动 排富条款 我认为是绝对必须纳入一个 关键的考验 财产绝对不是这样用的 我想在无济江时代 县长时代你很清楚 县长是守着钱 任何的税收 都是非常的 任何的一分钱 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用 但升格为直辖市的 到底我们直辖市获得的好处 到底有什么好处 不要先没有获得好处 反倒把这些该花钱都花掉 尤其是你整个地价税 明年增加20亿 我真的不是非常能够认同 等于你调升了整体地价税 你调升了几%你知道吗 调升将近快30% 局长你觉得现在经济 整体的环境好吗 你说地价税调到将近调30% 你觉得这样数字你能认同吗 他主要是用他的公告地价 我知道没错公告地价调整 那整笔还是回到所有的民众的身上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环境 你觉得调整30%你觉得合不合理 因为他三年还调一次所以会感觉到说调幅很大 30%你觉得调幅不大吗 就是因为三年调一次而且是历来这么多年 我真的觉得调幅很大所以这个比例你真的要审慎 那这个钱在这么环境不好的状态之下 取之于民众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目前整体的经济环境是差的 那我们台这税制的状态之下 目前还算是稳健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你应该审慎的评估去调整 那我想主席处长 我想实际是对于整体台湾市政府的评价 还是有一些纠举的部分吗 对不对 我想他一定都是会站在督促的立场 会请我们再更努力来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 对嘛所以目前你觉得市政府 在整个台政比例的调整部分 你觉得需要修正有哪些 就是我们财政纪律吗 财政的比例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在资源的分配上 我们就会着重在建设经费 所以我们的资本们就会提升 然后我们在 未来我们资本们需要用的经费是不是很高 对 非常高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小心的部分 整体的财政配例 未来如果资本们 沉入未来过去未来十年内 整个市政府要推动这么多大型的政策 需要几千亿的经费 我觉得资本们配置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希望主席市长能够盯紧脚步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 好我想这个两位 局长跟处长 事实上这个桃园 我去年已经说了嘛 这个六大隐忧 有些隐忧已经慢慢浮现了 那当然你们现在正在讨论 这个191.8亿的这个住宅 公宅基金 公宅基金 要怎么去做一个处理 那听说要借款 那当然我也就在等 看你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 但是像今天我们在看到预算里面的很多东西 因为都还没有纳入预算 包括台铁也零嘛 没有嘛 根本完全没谱嘛 那绿线五亿嘛 980而已 今年我们编五亿嘛 我们就在负责一百七几亿 包括土地取得要六十亿 我们今年编五亿啦 其实我也不知道明年到底开什么工 土地没取得到底要怎么演 这场戏到底要怎么演 是在空中还是地下怎么演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明年就编五亿的预算 那我们 你刚刚叫我看预算 我就稍微看一下重点 看一下重点 那当然 社宅我们是编了十五亿过去 听说十五亿是最后十五亿 其他要叫他借钱 但是这个财政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不得不讲 因为不要哪一天 有民众骂 跟苗栗议员一样 大家议员睡着了 那当然我们不要 那最后 我想待会还有原议员时间 最后请教一下 理事长 我说拜托一下 那个基金 我们在基金上网站上面查那个资料 可用预算数 这个真的很暧昧 我们现在看不懂 比如说住宅基金 今年度一到八月的可用预算数 你是编说 他是编六点八亿 六点八亿 那我们不懂啊 就我们每一年给他十五亿 已经蹲了好几年 那问科长 他说他手边有四十九亿 那难道四十九亿 你用可用预算数 可是他每一毛都 都未来要发PCM 给建设经费的 买土地的 哪一个是不可用的预算 都可用啊 我不知道 你跟科长也跟我解释半天啊 你讲可用预算数 能不能啊 拜托就是说 你不可用的 已经买在地下了 做房子 那你当然就不要写进来 不是钱嘛 我不要看那个嘛 可是你像这个 你住财基金 现在进去了四十九点多亿 都是要盖房子 取得土地 取得土地 对不对 二十七八亿要用的嘛 那你可用预算数这样的编 我是这样建议啦 你们回去研究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要看到的是 第一个是总数 你第一个总数 那你不要说像 平均地前基金 他一出来是七十五亿 感觉起来就是总数嘛 那你有一部分是 为什么要这样的编呢 那你轨道基金也是一样 他出来的数据是五一一 但他手边的预算是 这个基金的预算是十五点七亿 如果你真的觉得预算必须这样编 能不能再给我们说明 但他总库存是多少 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想在这里 特别谢谢 谢谢 我想请那个陈处长 是 继续请教 我们桃园市 目前已经开辟 八米上的道路 都市计划内 因为路边 而没有发放 补偿费的案件 多不多 露边这个部分 可能要 因为八米路 因为十五米以下在公所 十五米那这个必须再跟他 有一个案子 我想这种案子 桃园市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 像龙潭区 北龙路 是龙南区的一个十五米的道路 其中 龙兴段 四百九十一的 这个地号道路用地 在民国七十九年办理道路用地征收的时候 因为地震事务所的分割作业漏掉了 所以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 陈国宏及一些人 多次的向龙潭湘工所请求补罢 当时龙潭湘工所因为财政绝聚 请求桃园 我们那时候的县政府补助 都没有获准 那么我们升格以后 这个陈国宏等人 再继续向我们的市府来请求 那么终于到了民国一百零五年的一月二十号 市政府的公务局就含文给龙潭区工所 同意协助编错这个预算 那么工所呢 区工所呢 龙潭区工所根据他这个指示 在106年就编列了新台币1077万送到市政府 可是送到市政府以后呢 我打开预算书 根本就没有这个预算 是什么原因 你能不能讲一下 为什么这笔钱就删掉了 欠人家那么多钱 他的路前面一段拿到补偿费 后面一段拿到补偿费 中间他的请求这么多年 从79年到现在 就欠钱不还 是不是土匪政府啊 你解释看看 跟议员报告 这个也先前议员很关心这个案子 我想这个涉及到人民的权利 那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案子 那现在因为继承道路取得的专款 是编在公务局 所以这个案子 未来会看他的情形 就是如果确实是需要我们的来付费 还是有钱可以进行 公务局已经有文 公务局拱翔森的文已经有了 他是说我们市政府应该 这个是合乎正义应该给人家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年又没有编呢 没有统筹编在公务局 而不是个别在公所 就推来推去 他公所 我的秘书去看 他明明白白编在上面 到了你们财组单位就一笔划掉 他以前已经苦等了多少年 我想你看我们的财政编了一百 明年一百零三亿 这么大的税收欠人家老百姓的一点钱 再赖皮 是不是该给 是不是要给人家 我们请副市长说明一下 前面后面都征收 中间的没有发给人家补偿费 应该是要给 我也曾经办过类似的 就因为漏手漏边编 我看第一段大小 这个是按我来查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让老百姓 既然公务局这样说 对对好 接下来刚刚有讲到 我们这个公佣 非公佣 公佣非公佣 对对 在我们这个龙潭 我查过了 有十七笔 有1014平方公尺 有的用到商业区 有的在金华区 住宅区 很多是占有的 有的是闲置 我想刚刚有我们议员同仁 都在关心这个 这个既然是公佣 你非公佣 现在我们的财政 已经很绝据了 对不对 我们 今年105年 就已经有 将近一百亿的财政缺口 本期认为说 这个既然是公佣 你是不是可以 在这里面产生一点 我们的财政的收入 有没有办法呢 我们要从这个土地里头 去创造财政的收入的话 一个你除非是做处分 但是处分的话 卖的话土地就是没有了 问题是在这个 17笔土地里头 一半以上是十分的土地 当时是公所接下来的 接下来给我们的 那如果要开发的话 才有它的效益 不卖的话就是开发 那开发要有效益 也要有相当大的面积才有办法 那以来这个来看的话 它的面积也并不大 也并不大 但是也不小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充分利用你的资源 这都是你的财产 对不对 你可以卖啊 不能不说可以卖啊 只要价钱好就可以卖啊 零零碎碎的 对不对 比较充分的利用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苏佳明 苏议员时间三分钟 请发言谢谢 好 财政局长 我想议员 对你财政非常的关心 大家希望说 你土地太不消 那我以前做市场的时候 很多公有地要回归 以前都七公所 市公所在征收 那现在很多公有地 有没有统计过 我们工有地有多少 工有地要多少 收过来的财产 工有地 你有没有去努力去回收 供占用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继续在处理这一块 我们财政局所管的 非公用的建立的部分 我们就有在纳管 然后呢 我们就是朝着 按照分类的部分 我们就逐向的在做处理 我想陶宇市的公共 共占用的地方 目前我以前市长说过 一部分打官司打赢的 可是你要去努力 如何收 增加财源 不然 未来我们政府 地下化 铁印高铁地下化 那么多开销 你要怎么用呢 其实我们收取 那个占用者的 那个使用补偿金 或者是租金 那个部分的话 并不是要增加 我们的财政收入 那只是一个公平的 正义的问题 他占用了我们的土地 他是必须要 屋圈占有的 这部分 我们必须要去收取 他的这个 还有你大型的活化计划 你要入住 如何有效的管理财产 我想 这个要请你努力的地方 不然你 高市财源从哪里来呢 当时确实 市工所的时候 也留下了很多的土地 对 所以很多的土地 现在到底多少 你书面再给我打呼 你很多地方 你要去务力 你不去收 不然你没钱 你怎么用呢 好不好 还有我们那个 市政府进行 有没有VOT案 最近有没有VOT案 有没有 财政局是否有 有关收益的部分 有没有协助的地方 那目前地下化 市府宣导可以将 现有的测单 变为专用区 改建大楼 商业大楼 那财政局是否有 评估过 带来多少效益 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不管有 有多少 因为其实效益的话 各的业务机关 它本身它的计划 要开始执行的时候 它就要去评估了 那效益 我们又可以分成为 有形的效益 跟无形的效益 所以当然一定要有相当的效益 我们才会去做处理 你说宣导车站辩流的专用区 对不对 那是市长的证件 对 那效益你有没有去评估过 可以带来多少效益 没有关系 你答不出来 我到此书面 你评估一下 你牵涉到都市计划的变更 那个有 他们在讨论这个部分 会 好啦好啦 那我想 我们主席市长 是 我们现在负债多少 我们负借多少 包括一点 我们长短期的负债 一共是190亿 193亿 我们现在不是 轻一步 193亿吧 195亿 那高雄是2640亿 我们是他的7.3%而已 对 所以我们是 以台北市 输台北市而已 那也要解读措施 你们要怎么办 好谢谢 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张兆良 张议员 黄布淑江议员 吴仲健议员 还有我们 滕俊豪议员 林志强议员 共用25分钟 请发言 谢谢 好谢谢陈处长 陈处长 我想说 我们的会计业务 主要是针对一些基金的管理 本期看我们省计部给我们的主要基金 本期看了一下 我关心两个基金 第一个就是我们道路基金 使用率偏低 它的使用率 这一部分 大概去年年底 就已经剩余大概16亿多 这道路大家是每个人都使用的东西 我不晓得这个基金的使用上 当然公务局的工作报告的时候 我没有咨询他了 这部分 我为什么累积了那么多的营运医没有使用 另外 另外第二个基金 就是公益采建营运医基金 我想这个省计部也纠正了好几次了 就是说它的营运医都非常的多 未尽善意的规划 去年年底大概9亿多 我想到今年可能剩下 应该可能会剩更多 针对这两个基金的部分 主管是不是简单 为什么它的营运那么多 这跟我们的用路 甚至有我们老人的福利 或者公益的福利 为什么这部分是两个局的问题呢 还是你们的业务是督导上 是不是有应该更加努力的地方呢 是 各位议员报告就是 道路基金 主要是因为我们每年 为了入屏 所以我们其实 一年就14到15亿之间 拨到这个基金 那这个基金 他现在结语啊 他去年结语16亿多 对他的结语主要是 因为他那个 道路的那个执行的进度 确实有比较不理想 还有那个 和销可能也比较慢 所以他这个 钱还没用完 但是我想 公益采建营运基金 是那么多怎么回事呢 公益采建营运基金 他也是说未妥善规划 省记部也说未妥善规划 公益采建基金 实际上目前已经 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 进来的比较少 我们执行的比较多 所以是入付付出 所以在几年内 他公益采建基金 这个省记处所提的问题 就会绝对的进去 董事长我想说 这省记部提供蛮多 宝贵的意见 本期是看来这两个基金 还有其他的基金 包括环保局 有些基金使用上 也都还有要改进的地方 我希望说这你们的会计业务 在你们的主席处来讲 这个非常重要的业务 我希望说 你要时时刻刻去盯紧他们 让他执行力能够提高 这些钱摆在那边 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都有相相关的一些有关系 像我刚才讲 道路基金对不对 道路坑洞的股贫 这本来就应该加强去执行 好不好这部分 我想说就是说 我看省记部也讲 就是说 针对我们升格以后 一些乡镇公司 他有一些被公用的一些土地 不管是农地或建地 我想这部分 还是要请汇局 认证再努力一下 假如能够出售的部分 是想要送到议会来 好不好我想说 未来你也想要不景气 我想说 包括土地的标售 包括税入 包括一些中央的补助 可能说 都没有到达 我们的预想的一些状况 会有落差很大吗 今年度 今年度的预算的执行是吗 包括一些土地的标售 是不是有各方面的 收入的部分 是不是跟我们的预算 是不是有稍微减少一些 是吗 有这种状况吗 应该再讲 标售土地 不是只有财政局 就是地震局 它有它是重化的 或者是区块征收的 那我们财政局的部分的话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本来其实室友的土地 可以卖的并不多 那我们今年的话 应该在预算的执行方面 这个达成率应该也还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 你接下去 我们还有在一个 已经完成这个处分程序的 正在评估 这个它的这个地价的 我们就可以办理这个 让生的程序 就可以办理脚步 非常专业 有那么多人的经验 谢谢 你要持续的努力 不要让财政出现漏洞 谢谢 谢谢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土地处 是 議員好 那早上 那个陈毅議員有提到这个 原住民预算的问题 是 也提醒了我一些事情 我在去年的这个 第二个会期 有特别针对我们 原民局的预算 来做一个 呃 向市场做提出总咨询 我想去年 我们整个原民局的预算 大概是五亿多的规模 那么我们的总人口大概是六万八千多人 我想整个这个平均分配下来 我想真的是确实 还是落后于六都啊 这个台中之后 大概排名第四 第三 我想在升格之后 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 财政的规模 我想除了扣掉 我们原民会的补助之外 跟这个给这个区公所的这样的一个补助之外 我想剩余的并不多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在这个 原民局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你们到底的考量是什么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分配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我我我我我我个人是认为是不合理 虽然 虽然我们的这个总预算 这个原民局的预算看起来是很大 那但是整个加加减减扣扣 把它扣除掉 其实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这个这个这个原民局提出来的预算是 其实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也算今年明年 他们也是编了这个 我看的这个预算数 大概是7亿多的预算 感觉也是看起来比很大 那但是有些都是这个中央补助款 有些都是这个电付款要扣掉的 实际真正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数是不多的 不多的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原民局它是一个非常这个特殊的单位 因为我们受了这个宪法的征修条文的保障 我们还有一个原基法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来来可以做依据 编列相关的预算 我想整个 不管是教育 这个教育 社会福利 经济文化 或者是交通水利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受到这个宪法保障 跟原住民基本法的保障 我想未来 原民局在编预算的时候 我想你们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本位主义 不要以为说这个各局处好像他们送上来的计划 送上来的预算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必须面对到原民局的预算的时候 你们就必须要相对应的来去处理这个部分 我想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 它是一个很中和性的一个单位 那相对的来讲 它的预算就不能用这样很多的主观的方式 来去解决我们原住民的预算 我想这个部分两位财政局长或者主义处长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做一个协助 是我们一定会来协助 那也谢谢议员关心有关原民局的这个预算 那原民局的预算规模就如议员所说的 其实它是有在成长 那我们除了放在原民局的预算以外 其实各个局处在这个复兴区也投入了一些建设 那这个部分我们统计起来大概有六亿的建设预算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 不管是透过边在原民局 或是透过各局处来推动这个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人口结构你大概不太清楚 福音区的原住民大概七千多位 我们总共现在目前总共桃园市的原住民人口将近到达七万人了 所以几乎这个九成八成以上九成的人口都在都会区 所以你在做这样的一个预算的分配 或者在预算编列的时候 其实要顾虑到考虑到这个结构 好不好 我今天要特别要跟你们提出来就是说 在整个编列预算的状况之下 原民局他提出来的计划 你们或许没办法理解说他们为什么要提这些计划 但是就我们原住民来讲 他是对我们整个原住民的这个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希望就是说你们把一般的这个各局处提出来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标准来去看原民局 他是应该是一种比较独立的一个思维来去看待这个局 来去看待原民局 好不好 是我们一定会来支持 好谢谢那请坐 那继续请教那个财论局 那个局长 我想我们现在室友的土地 包括建地包括农地包括耕地 那农地大概是农业局主管 那耕地是地政局 那所有室友的财产你这边都会有清朝 我们是有一个总账 那我今天会提这个部分 就是说不管是建地农地或耕地 那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活化能够利用 包括闲置的土地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拿来做一些更有效的这个利用 那我在其他会计有在上次质询的时候有提到 那我也希望说针对这些闲置的土地 可以来做一些在原住民上面 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使用跟规划 那那个副市长我想上次跟你提的那个部分 有关室友的农地或耕地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全国第一座原住民示范的这样的一个农耕地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请你来主折 那请原民局 请这个农业局 然后地政局跟财政局 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努力 一座对这个很关注 我已经谈了好几次 我还有记录下来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林议员 那继续请教我欧局长 可以啊 知道 那到底现在在我们整个一个室友建物的清查 我看你大概有做一些清查的清测 那有没有去了解说到底现在有多少闲置的 或者是效益特别低的人 那个建物的部分有一千多笔 那那个建物大部分都是公用的 也就是目前都有各机关在使用 或者是在管理当中 有在管理 但是使用的状况 使用的话 最多的话 我们看到最多的话 除了办公厅社之外 最多的就是活动中心啊 集会所啦 这些的是最多的 请这场算吗 我们 有 你有算 只有办公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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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就是建物的一些活化 像土地活化也是一样 就是说如何让他们达到最高的效益 加上我觉得好像也很多的 我们的公部门这些 在公部门服务的一些人员 也说好像常抱怨办公厅社 不足的部分 对啊 是不是这部分的话 也可以大家互相协调一下 对啊 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 对啊 去做服务 相信对于这个办公消息会提升 那同时的呢 闲置的土地呢 这状况是怎么样 闲置的土地的话 我们是会去看看 也一样是有管理的机关嘛 那非公用的话就是我们会管理 那我们会去定期的去查查一个 那如果有使用有占用 或者是跟我们有租约的部分 就是收使用补偿金这些的 那你如果说你既没有租约 你又不假使用补偿金的话 我们是依法 我们就是会去提起诉讼 那尽量的话呢 我们是跟着民众会去做沟通 那当民众他一般会质疑说我没有占用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会请地政事务所来做见解的动作 那确定了之后呢 那他就必须要移管 所以刚刚像 好像也有一位提到说 像一些土地啊 闲置土地 然后甚至还有些长草 一些很荒废的状况 对长草的这个非公用的土地 我们都会定期的去做清理 尤其是如果民众有 觉得他这个环境是不ok的话 我们也一样都有这个 开口的契约 我们会有厂商去做 是对啊 就是一个 大家不要让他觉得 这个杂草荒芜 让渡过的 经过的民众会觉得很可怕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把这种的土地 拿出来 然后就是交给这个当地的公所 或者是这个 谷野区里长这些的话 他们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任养 他们去做绿美化嘛 对啊 那经过的时候 起码让他们觉得这个市容 不要违反而影响到市容景观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环境卫生更重要 对啊对啊 那我想 未来桃园市政府还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建设 那长是不是说 呃 当然 这建设是难免的 因为大家对桃园市有很多的期待 那市长有很多的想法 那 那大家对于我们的财政 是不是说 呃 会有一些 担心 对 担心 我想局长也要帮我们多说一些话 帮市政多说一些话 如果是好的事情 当然要坚持下去嘛 对不对 那也要表示我们的信心 因为你们的信心 就推动所有市政建设的最大一个推手 最大一个助力 当然我们也会要做 随时要做检讨 对要检讨 要去修正的 检讨修正 那当然我想 如果是真的没问题的 当然也要讲出来 提升大家的信心 好 谢谢 好 欧局长请坐 谢谢 主席 是 议员好 我想今天早上好多议员 都说我们桃园的未来性 听起来啊 怕死人啊 什么抽血缩啊 什么地价要调账啊 普政税减少啊 可是前几天我刚好有看到一个政论节目 大战我们桃园的这个未来的 建设有绿线 铁路地下化 跟我们青埔中路 这些区段征收的开发 所以桃园是一个未来之心啊 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郭门之多国际城市 那我想请教一下 呃 我们以后的未来性啊 主席 是 你认为我们编了这一个 今年的预算要103年 编这样的一个预算 未来性可不可以跟我们议员 或者我们的市民朋友 来做一个简洁 重要的一个说明 是 就是说我们编列这样的预算 包括我们整个 就是交通的运输方面会大幅的改善 包括轨道的工程 未来性 当然这要时间 我说未来性 如果这些建设加进去之后 桃园以后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桃园 就会是一个非常移居的一个城市 移居城市 是 你只有这样 王副市长 我请你回答一下 我想因为 我的接触里面 包括国外的 或者其他县市的 这对我们桃园县未来都充满的羡慕 信心 有亚洲戏股 有那么多的东西 有那么多的东西 那么娱乐各方面都有 那其中最重要就是建设的一个投资 这才最重要 建设投资以后的发展性 就不可限量 对就很高 刚才我 我听了说土增税减少 当然是因为两岁合一 豪宅税三岁的一个 打房的一个效应 那 呃 可是我们现在青府啊 房子也很多啊 那个可是 呃 因为我们捷运即将通车啊 我听到很多年轻人都说 即将进场进去买房子啊 是 所以本席未必对于 明年的土增税啊 说要减少了四十几亿是吗 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明年的土增税 不会减少那么多 可是刚才有议员讲 我们前面给你糖果吃啊 后面给你抽血啊 说地价要调账 所以地价你编列了二十亿啊 地价税啊 税收啊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那 请问一下 是今年一百零零五年 少编 照 照这个公告地价 因三年才调账一次嘛 那怎么会你在一百零零 一百零零零六年 你会减少这个 增加這20億的地價稅收呢 你給我說明一下 黃布斯 我想那個地價會調漲 他基本上應該是這樣的 地價最後徵收是等於公告限制成這樣稅率 過去我們公告限制跟市價差很遠 所以今年比較特別是因為內政部規定 你必須要全國一起調 到我們跟市價有一個比例上 就逐漸再調 那今年比較特別是這樣規定 所以他後來未來就不會再調整 就沒有調整三年調這樣一次 明年的地價稅不會調 對不對 他並不是為了今年 不是像明年說增加20億的地價稅 明年的地價就一定調 不是嘛 這是一個三年一調的地價 這個所謂的規範對不對 這個跟抽血無關 這個是一個國家的政策 聽到老百姓來騎信 你要說明清楚 並不是這樣每年因為要建設所以抽你的地價稅 不是這樣 這是遵照我們中央財政局 財政部的規定 是不是 這個地價三年調漲一次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明年的地價是不漲了 對不對 跟建設跟這個什麼稅收的徵端 沒有這個絕對的關係 沒有直接的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並不是為了桃園的建設增加 特別去增加稅 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是補充一下 那個公告地價佔市價 他是按照跟公市價來比 那麼全國呢 他的這個佔市價的比例 是20.5 這是平均的 我們桃園只有佔19.39 所以相對的是跟其他的縣市 我們是相對的是低的 我們的地價還比其他縣市 直轄市還低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 今年 105年沒有編足 我們的地價稅 明年是正常 所以感覺上是真編了 對不對 好啦 請你們要說明清楚 請坐 王務次長請坐 另外我請教主計處 我們的這個 建設 今年設定為建設年 明年 所以預算編那麼多 那 因為我們的人事啊 其實人事費 佔我們稅足 蠻多的啦 那會不會排擠到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 捷律線 或者鐵路地下化的一些經費 我請教一下 鐵路地下化是本期長年推動的一個重大交通建設 那會不會排擠到 我們鐵路地下化的裁員 我們鐵路地下化裁員 現在目前啊 我們怎麼編列 是 跟一座報 首先先講人事費的部分 那經過這兩三年的努力 其實我們人事費佔稅出的比例 是一直在下降 從43%降到已經不到四成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說明的 所以它絕對不會排擠到我們的建設 那至於鐵路地下化的這個要總共多少錢 因為它整個計劃報中央 那目前還沒有正式核定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地方政府要負擔大概多少 我們的籌湊裁員 你有付案了嗎 我們盡量爭取在100到200億之間 有付案的話用書面給我報告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來 那個我想 欧局長 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督導我們桃園市各區公所 訂定那個公用備占土地的處理計劃 是有下去 可是我拜託一下 我們下去區公所都第一線嘛對不對 下去的處理態度 我認為你們要多加訓練要上課 我跟你講 法令上的 法令的一些資訊還有資訊不足 常常跟我們老百姓有所衝突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剛才講是比較單純的 說計劃道或者是公設裡面占用的 可是我請教一下 上次我講的 因為政府要做馬路 然後變更設計 後來又退出了這個變更設計 你們政府精微分割之後出來的公有地 你們都沒有動啊 你們都閉 你們都 市值不能挑軟的吃啊 你們那些案子要處理啊 王副次長 這個因變更而精微 來分割人家私人土地 現在這個案子要個別來處理 我講的是 我的土地給你徵收 結果你變更了那個徵收 你沒有徵收 結果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這個要拿出一個專案方法來 好不好 我再跟您請教一下 這個不能 這個都沒有處理 都處理那比較那個 可是區公所的第一線人員 沒辦法處理這個案子 必須要做出會議紀錄來責成 我們要這個相關的機關都要共同來把這個問題一起來看 那就要開專案會議好不好 來請吳宗憲謝謝 謝謝 歐局長 吳宗憲好 我剛才聽很多議員都對你這個中央的財稅法劃分 不是很公平啦 對目前的 你個人的認為呢 確實是目前的財政收縮好像是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表示我們是比較少喔 我們是沒有拿到我們應該要有的 不能夠像其他的五都那樣子拿到他們所有的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助長 桃園市的預算編列 有時候市長在每一局勢在編列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他講說這個也要公平有沒有 桃園市的 我們主要就是看他提的計畫 有沒有那個效益 我知道啊 所以他剛才有說哪一個 十二區裡面還是屬於我們桃園市嘛 這個也會不公平你知道嗎 就編列預算在使用 對 我想我們每一個公所都會 努力的做到恆平 所以我可以跟你講 有時候你也可以跟市長講一下 我們所有區的這些編列預算也要稍微公平一點 給提醒一下 我們觀音區我幾乎看到沒有什麼 升格以後我想 陳主管你請坐 升格以後還有鄉鎮市 舊的鄉鎮市公所閒置的有多少 所謂閒置的是 連活動中心也好這些都沒有在使用了 已經升格將近兩年了 現在應該不會我看到是每一個建物的話大部分都很多的禮啦 或者是這個活動社區都會要求他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對啊因為我看到市長每次走到哪裡都答應人家要做什麼 結果我們的閒置的一大堆都沒有在用 我們財政已經有點困難了 不要再造成很多文字管 我講的意思你知道嗎 尤其是一個建物我們是要以共用為原則 不要一個單一的使用途 那是太讓這個財政太僵化了 你們各區公所有沒有好好的讓他們再規劃這些使用的方式 不要再浪費我們的納稅人的這個錢 他們如果有要提出要興建的話 我們都會要他去做這樣子的檢視 甚至於對於將來的管理維護上面 都必須要去做長期的考量 我想我們關於區公所 舊的鄉公所代表會到現在都還閒置 我看有規劃 問題是到現在兩年了 舊的 是舊的 是新的 答應給活動中心的 結果也沒有在舊的 舊的鄉公所 那是社會局他們已經交給他們了 然後他們是因為當時有在做這個建物的評估 然後再來再做設計規劃 然後由公所再來做 局長 我跟你講的意思就是 很多各區公所裡面都還會有閒置的 我們希望督促他們 不管社會局也好 民政局也好 都要把這些活化起來 不要再多浪費錢 這我回去再找民政局跟社會局 王部長這一點再麻煩你 還有一件事情 好 您請坐 陳處長我請問一下 升格以後區公所還有保留款嗎 有 有保留款 那已經陸續都在執行了 對啊 怎麼已經兩年了 快兩年了還在保留啊 對 所以我們要加緊 已經督促他們要盡快來 謝謝 好 您在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請李光達 李議員 以及蔡永芳 蔡議員共用2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議長 歐局長 請教一下 關於這個地價稅 我們是財政部 負稅署 我們是執行中央的法令 所以這地價稅的一個調漲 不是只有我們桃園條 對 但是我們三次在討論到這個事項的時候 比例的部分 我們桃園的調幅 如果在中間 落在中間 不到百分之30 其他的縣市甚至於更高 內政部建議調幅是43.8 然後我們調幅是34.5 所以說我們在各縣市的調整裡面 只是為了讓他接近所謂的 因為現在實價登入 讓他接近市價 沒有錯嘛 是這樣啊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如果是以這個 幹市價的這個比的話 我們是19.39 我只是希望說你能夠講清楚 不是說我們桃園 為了這個所謂賣入所謂建設黃金年 沒有錢才來增加這個地價 不是這樣子 甚至於六度裡頭 我們也是才排第四的高而已 是啊 所以說我剛剛覺得你在回復的時候 不夠積極 我想這個讓我們市民了解一下 那我們現在的長短期負債餘額 是190億 190億 我們的負債比是相當低的 相當低啦 我們現在有這個 這個發行公債的自治條例嗎 我們可以發行公債 但是我們避免 我們也是分析過 也是做過報告 那個這個發行公債的話 其實它一樣的是在公共債務法的 這個債限範圍內 那發行公債的話 我們必須還要有其他的很多的 行政的這個費用的支出 所以並不符合我們的經濟效益 所以呢 我們如果能夠直接向銀行 就這樣子借貸的話 那是節省這些各方面的 行政作業還可以節省經費的負擔 除了作業費用跟利息做一個考量 你覺得說還是暫時是跟 金融機構來 舉介事比較划算一點的 油脂還算很充電 但是台北市我想 以前很多條捷運在蓋的時候 什麼馬特拉布拉我們自己來拉 那時候發行很多 從陳水扁市長到馬英九市長的時候 在民國89年為了地方的建設 台北市已經在統籌分貝 它已經是全台獨厚的 都還在發行這些銀行也借 建設公債也在發行 我想我們一直在唱衰我們自己的財政 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想你在所有的建設裡面 他縱然他現在是要花一些錢 但是將來所創造的一些 地方建設之後的一個外部效益 是不是很大 我們需要去橫著這個東西 你現在講捷運綠線要花982億 我們地方大概自酬197億 中央補貼將近400億 其他的部分 我們是捷運不是一下就可以完成的 他是分期去編列 我們債務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局長有沒有問題 沒有應該分年來執行 我剛剛也報告過 其實他是按照他的計畫執行的進度 然後分年來執行 你剛剛報告過我沒有聽到 我針對我本席的質詢要回答我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希望說 你在這個部分要講清楚 那這個時機的一個變化 急轉直下 整個不動產的行情急動 不是你我能夠控制是一個大環境 那我請教一下 最近929號我們中路重劃區 標出幾筆土地 一筆 只有一筆 成交價多少 一億兩千多 每坪多少 每坪 五十幾萬 五十幾萬 所以說反應說整個不動產市場的一個機動 所以更加在在要證明 我們需要用內需的刺激 包括你捷運的綠線中線 的一個建設計畫 包括鐵路的地下 這是我們能做的 所以說我覺得 對我們地方的一個財政 我不會那麼悲觀 跟其他縣市比起來 但是再有一個部分 我們想要努力的 關於這個財政收支 中央的財政收支 收支劃分法的一個修正 我們都只是在呼籲 所以我們市級的立法委員 來爭取 我想我們市長應該也很重視這一塊 長遠來看 我想 台北市 我想建設已經到達一個極致 我們覺得中央來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萬仔章 市長常常在講的 第六都 而且我們的建設 我們的偏鄉很多 很多也是我們國發會重視的 未來扭轉我們台灣經濟 靠我們桃園市 這個部分 一定要積極透過這個促成修法 不要說每一個單項建設 包括河牆路 我們後站的原品路 延伸到河牆路的部分 就要靠立委來爭取私益 剛剛都用土的 我想是不是從統籌分配的部分 可是那個的部分 要用計劃型的補助 比較是可行的 因為你在這個統籌 在這個財劃法的這個部分 是各縣市 二十幾個縣市 大家共同一致的標準的狀況下 你去拿那一塊的話 比較不容易 能夠 修法之後 所以要透過修法 要從中央來修法 我剛講就是你講的所謂的 計劃型的補助 部部都扣計劃型的補助 副市長你說是不是 財劃法裡面規定這個補助部分 它是按照那個縣市的人口 還有縣市的面積 還有你那個所得稅的 就是現行的 有諸多不合理 我剛特別提到說台北市 它能該建設的是什麼 所以只能從福利的部分來增加 我們是基礎的工程 很多需要去建設 所以這個部分 一定要高分貝 強力的跟助成我們黨籍的立委 其實我們希望要改變這個 因為第六都裡面 我們最吃虧的 因為你剛才說 人家說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跟他講 不過他是政治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 在爭取過程裡面 改變那個 參數的方式 不過他沒有參考 後來沒有參考 不過我想這個民進黨 我們去年 上繳了一千九百六十 分配到我們地方五百多億 這顯然不合理 我想我們市民也沒有辦法接受 市長你請坐 另外針對局長一樣是 針對佔用所謂的公有土地 你現在的政策是什麼 你再可以順便答覆我 我現在舉一個個案 在我們的會計國小 他有一個他的歷史背景在 我們校方 在追討這個所謂的 民房的一個占用的部分 補償金多少又多少 使用補償金 我想他有這個歷史背景 也有可能是在 四五十年前 這個藏良的一個技術 但是我去聽了一個故事 當時 當時有一塊地是 補償工學校使用 但是後來被變賣 本來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是要來抵這些其他 現在目前所謂的 食餘戶的佔用的這塊土地 有他的一個法律關係存在 我麻煩你去了解 釐清之後不要造成民怨 我們盡量做到敦清牧林 敦清牧林 你學校靜進去交通 交通的部分 你的鐘聲對我們鄰居的打掃 我想能夠做到敦清牧林是最好 我想可以用專案的方式 來做這樣一個協調可不可以 我有這對這個事情 曾經去拜訪過您 我希望說當然 我們是佔用公有地的部分 我們是要收回 來創造的收益 還有閒置土地 包括出租 包括我提的臨時停車場 還沒有開發之前 我們來做一個充分利用 積少成多 這個部分 想死的紀錄來回復給我 好不好 好謝謝 那針對我們陳處長 我就教育您 在目前 我們的 人事費用 應該是逐年降低 那人員的 我們講絕對數 人數是增加的減少 因為配合升格 所以是有增加 有增加 你會變魔術 我剛剛講的人事費是 他佔我們 那個稅出的一個比例 是用比例不是絕對金額 不是絕對金額 所以 總的來說還是增加 但是在我整體的配置上 他的 所佔掉的比例 他是有下降 我想我們升格之後 我們也增加了 幾個局 就是我們講 青年事務局 也獨立出來一些 二級單位 這是跟我們原來 包括以前 陳水扁總統在講的 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個 組織貶平的話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做到 但是在人員的管控 所謂的榮園 榮園的部分的話 我想希望能夠留意 好 我們來努力 我想這個人事的部分 我覺得 覺得這個跟我們時代的一個趨勢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背影 在資訊的話 我講過一句話 升格前升格後 服務員有沒有改變 行政區有沒有改變 我們平所不太大 我們的面積不太大 還有電腦法 這些都電腦法的時候 人數越來越多 人數越來越多 這是觀感上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主席這邊也盡一點心理 我想外部單位 我們的審計也會去 留意到這個問題 我想結緣 我們開流來結緣 我想 我們的建設 用在我們的基礎建設 擴大我們的建設 才是我們 地方發展的一個鼓勢 我想你兩局 對這個財政的部分 是最敏感的部分 你們要多費心 在財政的一個 個局處的編列 可以 在公務的部分 我要 你們兩位請坐 那副市長 我要拜託你 在所謂的基礎建設 在每年的 預算會議裡面 個局處的預算會議 我要拜託你 也轉達市長 在公務單位 包括你的土地的一個真實 道路的新批 我們主席處長也講了 也講了 就是在公務單位 還有養工單位 你這邊不騙多一點的話 我想在這邊講再多都沒有用 對沒錯 當然只要透過我們 內政部的一個 都市計畫 都委會的一個程序 終究回到地方 要有錢 對 要有錢 我想很多 一次性的活動的部分 我在這邊要與眾欣賞的講 真的不要編太多 沒有錯 一直開一直開去 沒有什麼意義 但累積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建設 謝謝 謝謝 我們做自常性的聯合開發的部分 我請教你 這個問題 如果 正如我們國民黨在意黨議員講的 這個聯合開發的效果不好 沒有好 那到時候 我們這些 不足的預算怎麼處理 這個的部分 因為它是屬於自常性的 他在計畫的當時 他就是認定 這個就是那個自常性的 這個基本上 我們如果去借款的話 他不在那個債務的 在線範圍內 那他其實他的開發呢 本來他也不會說 你現在要用錢 你的這個的 自常性的錢 馬上就可以有經費 來讓你去做 這方面的建設 本來就是必須要去 去做調度 來讓這個 工程能夠進行 這個的回收的部分 是分年以後 往長期的收入的 所以這個部分 不會給我們 總預算這邊來的嗎 這個部分 這期待會 會用市庫去 去借款 來貼這個洞嗎 不會 還是就這個 所謂自常性的 這個400多億 這個部分 自常性它本身可以去借款 我們來架了對不對 對對對 不是在我們的 長短期的 財務 公共財務法裡頭 所規範的那個 所以不會去拖到 我們的本預算 不會 購就對了 所以你說 如果是說 聯合開發的 效果不太好 這是說 拖鋪拖鋪拖鋪 這是長久的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先借款 來做那些的建設 先借錢來做這個建設 對 好啦謝謝你 謝謝 我另外給你請請教 我們這個 土風市 BOT的案件 有多少 BOT BOO的案件有多少 BOT跟BOO的案件 BOT跟BOO的案子 我們目前的話 有一些是已經有簽約的 有一些是還沒有簽約的 那已經簽約的有18件 然後還沒有簽約的有17件 你還沒有資料 你370級那個是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你現在污水下水道 好像埔頂案18億 營運費65億 你丟在案子 146億 這是建設費 那些營運費就要460億 對 你的土風 算說土風區這邊的 你建設費100到7億 營運費537億 這加到那些 我想借的 一年 好像花在建設的部分 像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一年有30幾億的建設費 這個部分有勝在資本門嗎 沒有 他的錢不是這個錢是民間投資機來的 民間去做的 政府不用花錢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人說 看資本門減多少 其實我們很多的重大建設 都是民間在做 其實我們有在做不是沒有在做 所以你會後把這個資料稍微整理一下 讓我們知道 政府的預算雖然沒有這麼多 花在所有的資本門的部分 但是我們建設比較有在做 還有中央的經費也是建設 對 所以這個部分你稍微輕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重量的部分比較有困難 比較有困難 BOT BOT BOT的部分我們可以 可以幫他負責 這個部門還了解 光達也是要了解 好 好 好 這讓大家知道 因為你資本門是說 什麼增值擴充啊 改良資產啊 增加投資的部門是資本門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 那天光達在招 招說什麼 那個 道路交通 沒有預期好的什麼 汙水下水道 在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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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議員你說 說什麼 對於我們的財政會惡化 你感到他們說的 你的認同嗎 應該不叫做惡化啦 是說負擔很重 但是我們願意承擔這樣子的負擔 然後來做建設 那給後代的這些子孫能夠會有 提早實現 然後他們將來直接能夠去享用 好啦 請 請坐 好 謝謝 主席處長 是 剛才你跟光達回答說 讓那個人事 佔了總預算的那個費用降低 是不是 比例降低 對對對 這當然降低了 這孩子也知道了 為什麼 你以前的時代 總預算多少 700幾億而已 對 不過就是主要還是說 因為他在整個配置上 因為我們建設 配置的比重也增加了 所以當然 醫院所提的沒有錯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規模 增加 他比例會下降 但是 他下降的那個速度 是比我們預期的還好 也就是說我建設 成長的幅度也是比原來預期的好 不是啦 因為光達的意思是這麼說啦 因為很多就是 可以人請太多啦 重點在這裡 可以人請太多 你現在為了工作 現時時間要愛 你人請太多 時間後人都調整 好 感謝是在這裡啦 所以因為我知道 我們人事配置 有一些是屬於所謂的計劃型的 時間到了要請人回去是不是 就是 就是說這個部分是很重要 所以人事處也會做原而評鑑 就是說這個人是不是適合繼續做意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推動 每年會選定幾個局處去做評鑑 我請教你 你對於我們的財政的狀況 你的想法怎麼樣 是我想 對於財政我們是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主要就是說我的 這個建設所帶來的效益 一定是大於我投入的 所以就是說 當我這個效 就是我花一塊錢 帶來兩塊錢的效益的時候 我這個一塊錢是絕對是可以去花的 你的回答比財政局長 講的那個強度更強啊 你講的比他還有信心 你有沒有跟他講的比你比較有信心嗎 沒有 我們都會共同來努力 共同努力喔 剛才他在說什麼 劉鎮宏 照理講應該是由財政跟主計要去監督他的 而且還有審計是在審決算的時候 要去監督他的所謂的這個 舉債上限的問題 我很想了解 在那幾年的過程當中 審計是在審決算的時候 他的報告怎麼寫的 他有沒有提出所有的警示語 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你們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來研究 去調資料看他怎麼寫 因為我們跟我們今年心的決算的時候 審計是把我們寫到沒有一塊好 你知道嗎 好的沒有這個啦 缺點寫幾大堆 我比較有興趣想要了解說 到底劉鎮宏那幾年的過程當中 審計是怎麼寫 白白是審計是嘛 看要怎麼寫 好嗎 寫好讓大家做來研究 好沒問題 因為兩位是替我們桃園市的市政的財政狀況做把關的大單位 好 接下來我們請劉仁兆劉議員時間五分鐘 請發言謝謝 好 首先我們請歐局長 劉仁兆劉議員好 本期應該是今天最後一個執行的議員 你們在座所有的局長 各位大家辛苦了 那簡短說 其實看得出來 我們今天讓議會大家所有同仁這樣質詢 看出來對我們主計啊 對我們財政啊 都是蠻有信心的 所以感覺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簡短說啦 一個財政就是收入嘛 就是支出嘛 我就這樣簡單的劃分嘛 那當然是收入第一個 我們收入今年應該是說106年付的預算 預算數會不會達標 那預算數我們基本上是應該 我們預估沒有問題 預估是沒有問題 老實講因為今年的部分是說景氣不好 那土徵稅的部分相對的應該會比較 因為交易量少啦 交易量少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預估還是收那個 或許它只是一個過渡期 對 不是一個過渡期 因為土徵稅是早晚都會收得到 這個只要有交易都收得到 因為時間累積越久 因為這個我了解 累積到越久它的稅率當然更高 對對對 所以這個合理 只是時間的問題 對齁 所以雖然這樣評估 但今年的預算數應該也會達標 這應該沒有問題 這第一點 那 整體的啦 喔當然啦 當然是整體的 我一定是說整體的 我不會就單獨說那個 OK 好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建議員有討論到財政劃分法的部分 那我們市政府製作提供一些因應 或者譬如說要把那個工業產值 要請中央來把它列入 假設這個工業產值列入以後 我們的 我們應該也會有初步嘛 那我們的稅收會大概會多多少 因為首先工業產值這個指標要放進來 必須要各縣市大家都同意 同意 對 這個是因為在各縣市來看的話 像是桃園在工業產值是最高的 那要讓其他縣市能夠接受的話 這個會有一點的困難度 這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會努力的要它放進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以目前他們在看到中央他們所準備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大致上是跟上一次100年那個時候的版本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是以那個版本來看的話 那我們會更努力的 去把那個他的所保障的財源的這個部分 我們去做證據 因為他的這個既有的保障的財源的指標 那在我們如果是以現在的財源來說 做保障我現在的財源的話 我們是不OK的 因為我現在的財源就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會是要求一個比較公平的這個 保障財源的這個這個指標 我們會從這邊去努力 對啦 所以應該簡短的說 實際上 我就覺得說 我相信全國的 澳百青應該都會認同 本來因為我們上繳的稅有達到1900多億 那這些稅收來 來源大部分也都是工業產值產生的嘛對不對 而且我們還要承受這些的污染 對 我們地方要承受這樣的污染 那我們回饋到地方就500多億 那當然對我們桃園市民 剛剛很多議員都講了 當然不合理啦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老百姓知道說 讓全國老百姓說 本來是工業產值就是要放進去 我們反而就要爭取這個部分 局長你主要的部分就是要開園嘛 所以收入的部分這個要請市政府的局長來多努力 只要有能夠增加我們市政府的收入的這個機會 我們都必須要去做 對 對高雄他們有辦法這樣做 比如說所謂的高雄就是那個 中時化的部分 那個工資直接移過去 它的稅收可能一年多個十幾億 它的稅收本身是不會增加 因為它是屬於中央的國稅 對 它營業稅這個部分是屬於國稅 它能夠增加的部分是在目前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的 中央統頭的分配裡頭有一個重要的指標 就是營利失業營業額的這個部分 因為它的公司鎖在地 設在它那個地方的之後 它的數字上來了 它就會取代原來的台北亞道的部分 就是實際上對高雄市政府而言 它本身的稅收就會增加 只是這個稅收是從中央補助給它多的 那初步也因為它一家工資移過去 可能就實際 因為那個台北很大 對 所有移過去大概就將增加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說這個局長我們可能要來努力就是說 無論他們可以做得到增加稅收 我們挑選市政府 一樣也要有辦法 要去想辦法怎樣來開源 這個是局長的我們市政府的責任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那不好意思 處長 陳處長 局長請坐 謝謝 而且 簡短的說齁 那我覺得這個主題處就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人事的費用的部分 簡單來說我們人事的費用 一般來講 我們的人事費大概要佔我們的支出 大概是多少才是合理 這個有沒有一個適當的比例 應該講說中央跟地方佔的比例就會不太一樣 因為地方有國中小的老師他人事費就很高 所以地方政府人事費佔比重高 這是一個比較通案的一個情形 那我希望說當然這個我們要來支出嘛 開源 那這邊就要潔流 所以支出的這部分也要請處長來多謝 那 那 那明天開始 是總質詢齁齁 那明天 10點半才開會 對 對 那我們上會 謝謝 9,9 8,9 1,9 1,1 1,1 1,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